颁奖前几天,颁奖方通知了孟英及沈锦阳出席。就在今夜,沈锦阳将三连灌隐地。他和他的恋情也即将公开。孟英应该高兴的,可他脸色苍白,整个人像是失了魂站在甲板上。 孟英跟沈锦阳在一起多年,无数次幻想过公开的场景,可万万没想到是这样的开场。他的耳边,眼里,满是在公寓那一幕。 孟英的思绪闪回到不久之前,他们二人肉体交缠的画面。一个是轻微竹马,多年相伴的爱人沈锦阳。一个是亲密无间,多年相随的闺蜜顾楚楚。 孟英姐,颁奖仪式就快开始了,你怎么得进去?突然,一道声音唤醒了孟英。 孟英心神一宁,抬眸看向声音的主人,顾楚楚。 为什么?孟英看着顾楚楚,冷静地开口。 顾楚楚挖了一声,微微歪头。 孟英姐,你在说什么? 这个…… 孟英一笑,当着顾楚楚的面打开了自己手机里的激情视频。 视频上的主角不堪露目,声音更是令人作呕。 顾楚楚脸色骤然一变,清纯可爱的小脸在闪电的映射下,净显猙獰。 孟英什么时候拍的? 不过很快,顾楚楚又笑了。 顾楚楚小鹿般无辜性眼瞪大,好像视频里的人不是她。 啊,孟英姐你知道了呀。 孟英眸色清冷,哑声问道,我一直都把你当妹妹,为什么? 孟英自问没有对不起顾楚楚的地方,也没有对不起顾家。 于顾是,孟英一手创立了星耀娱乐。 于顾家,孟英一手培养出了现在年仅二十,就问鼎影后的顾楚楚。 为什么? 顾楚楚扑哧一笑,慢悠悠地靠近孟英。 我告诉你,因为景阳哥和你在一起前,我和他就在一起了,孟英姐你才是那个第三者。 你霸占了景阳哥那么久。 今天应该由景阳哥亲手摧毁你最幸福的这一天,可他竟然舍不得看你难过一再拖延。 孟英张了张嘴,呼尽的空气就如刀片般割得他,鲜血淋漓,疼到快要窒息。 眼看着向来坚强冷静孟英的防线一步步被攻破,顾楚楚感觉到了从未有的快意。 孟英,你不过是个养女,还真以为我把你当我姐姐吗? 从始至终你就是我们故事的一个棋子而已,遗嘱是假的,你爸妈的死也不是意外。 顾楚楚忍不住失声大笑起来,清纯可爱的小脸在闪电的映射下,净显猙獰。 顾楚楚越靠越近,孟英不知不觉逼近了围栏。 孟英,你说,我和你一起掉下去,景阳哥会就谁? 这时,甲板上似乎听到了这边的动静,聚满参加订婚宴的人。 有人掉下去了?那边,那边好像是顾小姐。 沈景阳,不要下去,危险。 沈景阳的身影出现在甲板上,没有丝毫犹豫纵身一跃,跳入海中。 孟英在海里浮沉,第一个想到还是沈景阳,惯性地朝着他伸出手。 景阳。 孟英竭力地伸出手去,看到沈景阳朝这边看了过来。 突然电闪雷鸣,像是要撕裂整个天空,同时照亮了沈景阳眼里的挣扎与迟疑。 沈景阳迟疑了或许只有一瞬,可在孟英这却是一生。 沈景阳明明看见了他,却转身朝着顾楚楚的方向,毫不犹豫地游去。 眼睁睁看着沈景阳的背影越来越远,孟英伸出的手直直地砸在水面上。 孟英的视线逐渐模糊,分不清室内还适与水,放弃了挣扎。 他闭上眼,沉沉地坠入深海,被冰冷的海水吞没。 瞧瞧,半夜钓上一条美人鱼。 恍惚间,孟英只听到一个粗鲁的声音。 下一瞬,一只大手就俯上孟英的大腿,来回妈撒。 他是有意识的。 这恶心的感觉一下逼急了孟英,他猛地一下睁开眼。 孟英环顾了一圈四周,发现了自己在离举行颁奖游艇不远的另一艘船上。 不等孟英细想,浑身咽酒气的男人,栖身压上。 放开我! 孟英的声音哑得不像话。 然而身前的男人却没有半点联系,看孟英挣扎得厉害,暴虐之心更起。 男人凝笑着一下,跨坐在孟英身上,掐住了他的脖梗。 遇到之大,逼得孟英一下再也发不出声音, 只能任凭他人动作。 屈辱、痛苦、背叛。 种种情感逼得坚强如孟英也忍不住落下泪来。 他极轻地摇头,彻底红了眼。 住手! 一道声音呼地响起,身前的人顿时就被掀飞起来, 落在身后的海域里,一下没了声响。 孟英也重新获得了呼吸,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他抬眼,寻声望去,身体却颤抖得更厉害了。 是你! 眼前的男人并不陌生,是孟英从十几岁跟沈景阳回沈家就认识的第一个沈家人。 沈亭川,沈景阳的小书。 沈亭川还是没有变,清冷疏离,永远拒人于千里之外。 就跟孟英初见那般,男人眉目如画,生得清淡疏离,给人一种急冷的感觉。 只是右眼眼脚下那点累至坏了气氛,添了几分勾人的意味。 沈亭川垂眸,欣赏着甲板上的小姑娘。 浑身湿透了,双眼通红,身上的白裙撕得半破不破, 看起来狼狈又失态。 这不是沈景阳的小女朋友。 沈亭川走来,孟英却好像触电般地弹起来。 不,孟英一下拍开了男人伸过来的手。 这一举动触怒了周边后在沈亭川身边的保镖,几乎一下围了上来。 孟英心下颤了颤,双眼却依然倔强地瞪着眼前的男人,不许他靠近。 孟英冷得发抖,晚上海风萧涩。 他浑身湿透不说,身上的白裙已经完全紧贴着身体,勾勒出令人遐想的轮廓。 可他依然双眼充满了厌恶,痛苦,甚至不顾自己的处境。 孟英,听话。 沈亭川没有动怒,只是沉生命令。 孟英盯着眼前的男人,反问道, 凭什么?我是你的长辈。 我跟沈景阳没有以后了,你也不是我的长辈了。 闻言,沈亭川冷峻的面容闪过一丝微微的诧异。 孟英挣扎着站了起来,勉强用双手挡在身前盖住了令人尴尬的位置。 他要走,但在路过沈亭川身侧的刹那。 沈亭川身形微动,突然大手一揽,直接将他抱起,不顾他的挣扎按在了怀里。 小叔。 孟英又惊又怒。 沈亭川却仍是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只是道。 这里是堵船,要胡闹至少下了船再说。 闻言,孟英明大过来了。 沈亭川带他走出大众视线,相当于宣誓占有权。 至少,在这云龙混杂的堵船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再感动衍承沈二爷的所有物。 他在帮他。 孟英安分了,他还想活着下去。 顾楚楚的话还历历在目,他与沈景阳缠绵的画面还深刻在脑海里。 从始至终你就是我们故事的一个棋子而已,遗嘱是假的,你爸妈的死。 孟英头疼欲裂,身上一阵阵的发冷。 昏昏沉沉间,他似乎被放在了柔软的被褥里。 顾楚楚与沈景阳纠缠的身影,顾楚楚意外吐露的真相,还有甲板上被人无端的欺辱。 这些画面如同走马灯,一遍遍地在回放。 孟英渐渐地攥紧了手下的被褥,失神之间只听,撕来一声,被单直接给撕破。 你应该温柔一点,如果你还喜欢景阳。 景阳,他应该是喜欢温柔,乖巧一点的。 声音低沉清冷,不带丝毫感情,是沈亭川。 孟英艰难地睁开眼,这才发现自己被沈亭川带进了他的房间。 有了被褥,身体逐渐回温。 孟英也逐渐冷静下来,他轻轻一笑,松开被单。 我当然知道,他最爱我的那几年,我一直都是那样的。 孟英没有感情地说,文言,沈亭川微微皱眉。 孟英自顾自地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那时,父母尚在,他仍是孟家的掌上明珠,演成的第一名员,高高在上。 小小年纪,家门踏破,父母爱护得很好,不食人间烟火,乖巧天真。 可此后这些年,父母车祸横死,祖父母相继离世,明珠碾坐沉,谁都可以踩一脚。 曾以为顾家是他的救赎。 可现在,孟英才知道什么救赎,或许从一开始,这就是假的。 孟英眼神骤然变得锋利疯狂,他突然伸出手,揪紧了男人身前的衣袖。 沈亭川,求求你,帮我。 沈亭川微微垂眸,单纯地问,凭什么? 孟英想了想,他现在的确是一无所有。 沈亭川不是别人,他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孟英只觉得屈辱,撑着起身想走。 沈亭川看着小姑娘那倔强的侧脸,想起初见时那清纯连人的模样。 小,小叔,我叫,叫孟英。 想当初,他可是看到自己脸都不敢抬起来的。 沈亭川轻笑摇头,寂寥的眼神多了一分怜悯。 我帮你。 沈亭川,你现在救我,你会后悔的。 孟英意外之下,又难得地诚实。 孟英讨厌欺骗,也不想骗人。 沈亭川脚步一顿,为什么? 因为你喜欢顾楚楚,而我好了,我一定会报复他。 我也会报复沈景阳。 孟英没有隐瞒。 说完了,孟英闭上眼,等着被沈亭川丢出门外。 意外的是,沈亭川没有否认喜欢,也没有放弃他。 男人只是沉默,像是个宽厚仁慈的长辈,摸了摸他的脑袋。 孟英感受到沈亭川的怜悯,眼眶发热。 他竟可悲地想,真好,顾楚楚有那么多人爱着。 而他,已经一无所有。 三日后,病房。 落水被沈亭川救后孟英被紧急送医,孟英在医院休养了一两天。 他醒后,一直沉默地看着窗外,不言不语。 直到病房被一脚踹开,熟悉的声音夹杂着滔天的恶意袭来。 孟英,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拍了我跟楚楚的视频,你到底想干什么? 孟英转头,看到了曾经他最爱的人,沈锦阳。 沈锦阳看到孟英虚弱的样子,一时语色,可以想到孟英的所作所为就不能忍受。 他们曾经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密无间, 可孟英却拍了他这么不堪的视频发给他家人。 看视频的内容,沈锦阳可以猜到当时孟英就在门外。 门外的孟英不抓奸,居然是想着拍视频。 一旦传出去,孟英一定是疯了,他这么做,肯定就是想要毁了他。 前天没顾及到孟英的愧疚感,顿时就一扫而空,他这么恶毒就该死。 沈锦阳几乎下意识要冲上前,但被身侧的人抬起一只手轻轻挡住。 孟英称了还不算恢复的身体,来到他们的面前。 孟英看向他身侧的人,熟忍地喊道, 小叔,果然没有猜错,在不久之前孟英发了床戏视频给沈家人。 如果沈锦阳出事,沈家会让沈锦阳的小叔陪他来,沈锦阳太冲动意怒。 小叔,坐,我跟你谈谈。 孟英说着,唇边扬起,笑要去牵他的手。 沈廷川微一皱眉,不着痕迹地毙了一下。 转瞬,又猝不及防对上孟英那波光练艳的眸, 饮满了水色,看起来被他的躲闪伤到了斑。 他变得跟失态的那晚不一样了。 孟英看向沈廷川,又露出些许少女怀春的笑, 他微微一笑。 小叔,你要不要和我谈谈? 谈谈那晚上没说完的。 不得不说,孟英还是漂亮的, 笑起来宛若盛开的玫瑰, 漂亮美丽,却荆棘丛生。 那晚上,沈锦阳惊疑不定, 瞬间看向沈廷川。 孟英唇边一出一丝冷意, 却愈发地娇媚动人。 小叔,他说着, 成功地抓住了没有再躲闪的沈廷川。 沈廷川薄唇微起, 那就谈谈。 不要惺惺作态了, 你到底要什么? 沈锦阳觉得这暧昧的气氛不对。 孟英全当这个人不存在, 直直地盯着沈廷川。 沈锦阳眉头皱得更深了, 这个女人怎么回事? 小叔,我替你倒茶。 孟英颇有几分乖巧的意味, 要下床。 可脚落地, 孟英突然脚下一软。 沈廷川伸手要扶, 手却一下碰上孟英的腰身, 孟英就这样攀附而上。 碰到了刹那, 沈廷川拿走, 孟英的手却如小蛇般追了上来。 他的手, 微热, 细腻。 孟英得逞一笑, 又迅速地收回来。 谢谢小叔。 嗯, 沈廷川应声, 避开他的视线。 孟英直勾勾地盯着沈廷川, 过分直白, 直白到让沈锦阳都觉得毅然异怒。 你以为你真的能威胁我, 孟英。 沈锦阳突然咬牙切齿道, 孟英扬了扬眉, 没有威胁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 我是给你面子。 这么多年枕边人, 你拍我视频, 我就没有你的把柄了。 说着, 沈锦阳摸出了一个款式稍微老一些的手机, 他一番操作, 筐地丢在了桌面上, 做态一如既往的张扬狂傲。 当初, 孟英就是爱极了这个少年身上的傲气。 孟英, 喝一杯。 孟英, 不喝, 不喝我可就不签了。 喝不喝? 好好好, 喝得好, 再来一杯。 手机的视频是孟英熟悉的画面, 孟英只能年轻, 穿得不算正经, 脸色通红。 孟英记得, 这大概是多年前一个饭局。 孟英刚出来, 成立新药之初, 本钱不多, 只有孟英一个。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干什么, 那个时候正在求人家投资一部剧。 这部剧就是让沈锦阳一夜成零的仙侠剧, 无情道。 可是到如今, 竟成了被沈锦阳要挟他的把柄。 真可笑。 这视频爆出去, 孟总你的新药娱乐肯定会受到冲击的吧。 沈锦阳开口, 孟英唇边透着凉薄的笑意, 拍得不错, 什么时候拍的? 是别人发我的。 这时, 沈锦阳有点心虚, 不敢直视孟英的眼睛。 当初是我找人压了下来, 哪位原视频, 你该感谢我。 沈锦阳还要再说什么, 深色的男人, 却拿起了沈锦阳这部手机, 直接对着墙猛的一砸。 手机粉身碎骨, 视频声音戛然而止。 不只是沈锦阳吓到了, 孟英也意外地看向沈廷川, 红唇威章。 他这是在保护他。 小叔。 沈锦阳大惊。 这可是唯一能我威胁到孟英的视频, 原视频就在手机里就一份。 沈廷川居然这么砸了, 这到底是来帮他, 还是来害他的? 沈廷川只是轻轻抬眸, 看向了对面的孟英, 话却是对着沈锦阳说的。 锦阳, 我是看着你们在一起的。 视频是不见的光, 视频的内容也不堪入目。 但这是孟英为了沈锦阳做的牺牲, 现在反而成了威胁他的把柄。 沈家不屑用这些做把柄, 代价也付得起。 何止于, 再伤这个小姑娘一次。 她语气虽轻, 威压十足。 锦阳, 这是你过分了。 孟英看着男人, 深色的瞳孔如无边的深渊, 透着无边的吸引力与神秘。 可惜, 比起孟英初见沈廷川, 男人的眼里多了几分沉寂与寂寥, 不再那么具有杀伤力。 沈锦阳愤愤愤不平地怒吼道, 小叔, 可他现在威胁我。 是你做错了。 沈廷川的声音很轻, 却力量十足。 只是一句, 沈锦阳这头狮子就被驯服了。 沈廷川直直地看向孟英, 声音温和有理。 孟小姐, 你要什么呢? 孟英画风一转, 冷漠地看着沈锦阳。 我要沈锦阳不在这里, 我才说。 沈锦阳差点又暴跳如雷, 咬牙切齿道, 你到底想要什么? 出去, 沈廷川打断了沈锦阳的暴怒。 沈锦阳深呼了几口气, 重重地一拳砸在了他们面前的玻璃茶几上。 茶水飞溅而出, 孟英心颤了颤, 脸上还是不动声色。 沈锦阳走了出去, 走远了。 沈廷川抬眸, 依然温和耐心。 孟小姐, 你可以说了。 二爷, 你不是想为沈锦阳解决问题, 你只是想解决顾楚楚的问题。 沈家, 沈廷川和沈锦阳的父亲不对付, 他不会真的帮沈锦阳。 而顾楚楚可是一线女星, 是他喜欢的人。 清纯玉女形象, 娱乐圈里白月光般的存在。 这激情视频一出, 别说娱乐圈没有立足之地, 眼诚也再无他容身之处。 二爷, 我知道你喜欢顾楚楚。 孟英是个商人, 说话直白。 而我要的是沈锦阳后悔, 拆散他们, 你也可以得到顾楚楚。 沈廷川认识孟英很久, 所以才更会为这样的孟英, 而觉得微微亚然。 要知道这小姑娘当初跟沈锦阳回沈家, 可是羞得连头都不敢抬, 容容若若的跟兔儿似的。 她并不说话, 只是看着眼前的小姑娘。 合作吗? 二爷,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顾楚楚。 那你? 沈廷川平静地问道。 孟英呢? 孟英又能得到什么? 我得到满足。 孟英冷艳而孤傲地笑了起来。 沈廷川眸色微变, 微微勾唇。 他那张清冷的面容多了几分妖影, 一片死寂的眼眸中式泛起了波澜。 您不能进去, 病人在休息呢? 放我进去, 我是病人的好朋友。 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一道清晚的女声, 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她是我的朋友。 是孟英走出来了。 顾楚楚色缩了一下, 孟英居然真的没死。 说是孟英的朋友, 却不敢看朋友的眼睛, 畏畏缩缩。 孟英走出来, 身后还跟着沈廷川。 男人身形修长, 优雅金贵, 随便往哪一站都是风景。 顾楚楚一下就看到了沈廷川, 连忙来到男人的身边。 小叔叔, 事情解决了吗? 请, 锦阳他不接电话, 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 沈锦阳突然不接电话, 顾楚楚以为孟英用什么大手段逼走了沈锦阳, 可吓坏了顾楚楚。 沈廷川眼神温柔, 语气很轻, 抬起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没事, 解决了。 解决了。 顾楚楚大喜过望, 沈廷川温柔地笑着, 双眼有些眯起, 配上那张精致过分的脸, 活像是男狐狸精。 没事了。 顾楚楚知道沈廷川的能力, 这个男人向来一言九鼎, 言出必行。 他说没事, 那就是视频已经被解决了。 果然在什么时候, 这个男人都会保护他, 爱护他。 他连忙拉住了沈廷川的手, 撒娇道, 可是小叔, 我找不到锦阳了, 怕他想不开。 我帮你找, 别担心。 沈廷川引去了别的情绪, 沉生安慰。 孟英远远地看着, 看穿了清冷金贵的男人那深藏的隐忍平和, 心底只觉不值。 顾楚楚分明就是知道自己的优势, 利用他而已。 这时, 孟英走了过来, 软弱无骨地攀附上了沈廷川的手臂。 顾楚楚不着痕迹地扬了扬唇, 孟英这个女人可真不自量力啊。 他以为他是谁。 沈廷川有洁癖, 除了他顾楚楚之外, 任何女人都不被允许靠近的。 然而, 没有发生顾楚楚意料之中的事情。 顾楚楚瞪大那双无辜的眼睛, 眼看着孟英柔软的肌肤, 轻腻相入男人的臂膀。 沈廷川没有像是对别的女人那样, 一下推开孟英, 他只是微微侧目。 是墨徐。 孟英小手下滑, 一下抓住了男人的大手, 抬眸娇媚地盯着男人那双波澜无精的眼。 年轻时清纯温柔的少女 与现在这个冷艳成熟的他影子交叠, 沈廷川有一瞬间的出神。 小叔, 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 他说着, 趁沈廷川失神, 在男人的手背亲了亲, 好像在对自己的所有无盖帐。 眼看顾楚楚一下红了眼, 目的达到, 孟英潇洒松开沈廷川的手。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了。 只剩下了经意不定的顾楚楚, 他盯着沈廷川的手背那枚口红印出神。 他们走后, 医院冷清了很多。 孟英一个回到了病房收拾, 来时没什么人看, 走时也独身一人。 他自己办了出任手续, 当护士拦住了。 小姐, 建议您再多住一天观察一下。 不了, 谢谢。 今天, 孟英有非干不可的事情。 孟英跟沈锦阳在一起多年, 对沈家几乎可以说了弱执掌。 要是没有记错, 今天是沈家老爷子八十大寿。 沈老爷子待他极好, 他不想错过。 办理了出院手续, 孟英回了家, 准确来说是回了顾家。 自从父母双亡, 祖父母离世后, 孟英从小就寄宿在顾家, 被顾氏夫妇抚养成人。 所以, 哪怕孟英得知了一切, 他现在能回去的只有顾家。 办理了出院手续后, 孟英回到了顾家。 刚一到门前, 孟英还未敲门, 隔着门就听到了门内爆发的争吵声。 你是不是傻, 你居然把真相都告诉了那件人。 妈, 我以为那天他必死无疑了, 明明当时没有人去救他的。 你还敢说, 他要是报复, 我们怎么办? 现在我们早就霸占完了孟家的权势了, 怕他干什么。 闻言, 门外的孟英露出一丝冷笑, 孟英抬起手按在门边, 正要推门而入。 算了, 不说这会气的事情。 楚楚, 沈老爷子大寿, 你准备的节目准备得怎么样了? 孟英要推门的动作顿住, 又听顾楚楚得意的声音响起。 当然没问题了。 听说沈二爷可是请了演成戏剧, 大家的脚来唱大戏, 你比得过。 比不过, 但我可以让他不来呀, 妈你。 你这小丫头。 听到顾楚楚这般, 其母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充满了自豪感。 孟英谋色渐变, 牵起唇边的冷笑, 直接堂而皇之地推门而入。 顾楚楚母女一看到孟英, 瞬间僵住。 跪下。 还是顾楚楚的母亲江月兰, 最先反应过来。 顾楚楚一愣, 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己的母亲。 妈, 还有脸叫我妈? 你做得这么对不起你孟英姐的事情。 妈, 顾楚楚反应过来了, 江月兰这是要上演一副慈母的表演。 虽然顾楚楚道出了真相, 但江月兰还不想和孟英撕破脸。 江姨, 你我母女情深, 这出戏演了那么久, 早就腻了吧。 孟英出声打断, 江月兰表情一僵, 孟英, 你说什么呢? 遗嘱是假的, 我父母的死也不是意外。 当年顾楚楚还小, 真正能谋害我父母的人是谁, 非要我说出来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 江月兰脸色终于变了, 不再装了。 既然你知道了, 那你, 孟英冷冷一笑, 放心, 我这就走, 顾家的东西我一样也不会带走。 但是, 属于孟家的东西, 顾家也一样别想留。 你最好是, 江月兰恨声道, 为了怕孟英还带走别的东西, 江月兰盯着孟英打包行李。 可笑, 在顾家住了十几年, 来者非复即贵。 孟英也曾是其中一员, 她现在只是想来远远地看一眼。 现在已经不作为沈锦阳女朋友的她, 没有资格在贵宾席前堂堂正正地祝贺沈老爷。 呼得, 孟英听见路过的身着戏服的二人窃窃私语。 这可怎么办呢? 就是, 临到上场, 你那位脚突然说唱不了。 这可是二爷给老爷喝瘦的节目, 人却来不了, 景阳小少爷可有机会表现了。 孟英一下就联想到了, 在门前听到顾楚楚母女二人的对话, 瞬间明白了来龙去脉。 这是二爷的节目, 沈廷川对顾楚楚那么好, 她居然为了表现自己不惜, 孟英迟疑了片刻, 追上要走的那二人, 就当是还那天沈廷川救了自己的恩情。 等等, 或, 或许我可以试试吗? 孟英艰难地开口。 她一开口, 脸色红了红, 这也太唐突了。 身着细服的二人对视了一眼, 狐疑地上下打量孟英。 孟英看着二人, 红唇轻起, 声弱英明, 几乎是救世而起, 指尖拧绝。 短短地一套动作下来, 身着细服的二人眼里流露出惊艳的神色。 跟我们来。 这小姑娘, 长得可真漂亮。 可不是, 跟咱俩台柱子可有的一比。 你们从哪儿拉来的人啊, 光漂亮没身段可不行, 这可是给神老爷子贺寿。 事到如今, 试试吧, 我瞧这位小姐是有功底的。 孟英被人按在化妆镜前描眉, 她闭着眼, 就光听着人们谈论起她来。 不消片刻, 最后一点默在她脸上勾勒完毕。 孟英在睁开眼, 看着镜中的浓墨重彩的自己, 竟自己都觉得有几分陌生。 呼得, 身后响起此起彼伏的声音, 一声接一声。 快快快, 快来看, 顾家大小姐也是古装扮相。 可不是, 谁不知道神老爷就爱看这些呀, 肯定投其所好呀。 孟英寻声望去, 看到了台上的淡粉长裙的顾楚楚。 正巧的是, 顾楚楚似事也发现了她, 直直地看来, 瞪大了眼。 孟英怎么在这儿? 不过很快的, 顾楚楚就整理好情绪, 抱着怀中的古琴灯台。 台上, 神景阳朝她看来, 一下让顾楚楚心绪稳定不少。 顾楚楚强忍住内心的不安, 对着台前款款行礼, 继而坐下摆好架势。 今日是我与景阳合奏一曲高山流水, 为神老爷子贺寿。 话音落下, 顾楚楚先先玉手便在古琴上俯弄起来。 神景阳也配合默契, 二人一唱一贺。 四下寂静无声, 纷纷沉浸在这空灵高雅的氛围中, 仿若高山流水就在眼前。 一时间, 台下都不自觉地平住了呼吸, 注视着台上的金童玉女, 似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一曲奏罢, 台下响起掌声。 好, 不错。 今晚的主角, 神老爷中气十足地赞赏, 先鼓起了掌, 其他人纷纷响应。 神老爷子没开眼笑, 他看得出来这两个后辈 为了这个节目是用了心的。 不是用心, 二人也没有办法配合得这么默契无间。 谢谢爷爷。 神景阳没忍住, 牵起了顾楚楚的手。 顾楚楚微微一震, 看向神景阳, 继而羞涩地低下了头。 哎呦, 您家景阳有这么漂亮的小女朋友, 有福了。 就是, 神老爷子早日在抱小外孙呀。 可不就是, 有才又有帽的。 旁人为了让神老爷子高兴, 纷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 台上的顾楚楚脸色更红, 快要掩不住眼里的得意。 他顾楚楚终于可以以 神景阳女朋友的身份, 光明正大的站在所有人面前。 神老爷却是难得没有接话, 只是不失礼貌地笑着。 神景阳的女朋友是不是顾楚楚, 这点神家人最清楚。 对了, 小叔, 呼得, 台前的神景阳, 挑衅地看向 坐在神老爷子右旁的沈亭川。 沈亭川抬眸, 没有说话, 只是用眼神示意他继续。 小, 小叔, 不是也有节目献的爷爷吗? 沈亭阳顶着那极具威慑力的眼神说道, 这个小叔明明年纪相仿, 却在这个家处处压一头他。 这一次, 怕是不能了。 沈亭川微微醋眉, 临到刚才那边的人才通知出事了。 饶事他有通天的手段也没有办法, 沈亭川博纯威起正要开口, 却被打断。 站着场子不下来, 我们又怎么能上来? 俗话说得好, 你方畅霸我登场, 怎么还不走? 沈老爷一看来人眼前顿时就一亮, 扭头看向沈亭川。 亭川, 这是你的节目? 沈亭川向来冷沉的眼眸也略过错愕, 一时间无话。 冥冥戏团说台柱子临上场用了坏事的东西, 过敏休克送医了, 这又是谁? 只见面前台前的人一身明黄的华服, 庄重大气, 与顾楚楚的小家碧玉造型形成极大的反差。 来人头顶筋不摇, 无数宝珠随他步伐晃动, 妆容明艳娇媚, 浓妆艳抹却不显庸。 锦阳, 你们先下去吧。 沈老爷子已经完全迫不及待了。 沈锦阳面露尴尬, 与顾楚楚对视一眼, 下了台。 临走前, 沈锦阳频频回头看, 总觉得这人莫名熟悉。 不仅是沈锦阳这么觉得, 沈亭川也是。 沈亭川没说话, 他看着台前与自己一步之遥的女人。 台上孟英也在看沈亭川, 莫名心如雷倒。 孟英定了定心神, 眼神变得从拢。 我们代表沈二爷, 为沈老爷子, 和八十大寿。 话音刚落, 四周灯光骤然暗下。 突然鼓声与其他乐器齐名, 配乐宏伟气魄。 便见一束光打落在台前, 孟英起舞, 天若惊鸿影, 场下都发出惊叹。 紧接着, 曲调一转, 老生登场, 对起戏来。 大王, 孟英红唇轻起, 身段摇曳, 指尖起势, 水袖一挥, 一个立体的形象顿时赫然眼前。 所有人明白过来, 台上这场的, 是一出贵妃马维泼临行最后一舞。 孟英换了声线般, 如气如素, 宛若杜鹃提血, 所有人都失了神志, 完全投入其中。 好, 好, 好。 沈老爷子没忍住, 只是滴滴地连声赞叹。 他没有鼓掌, 不忍惊老了这段好戏。 就在这个时候, 孟英注意到了台下来自沈亭川与沈景阳炙热的视线。 他眸色一动, 就在最后坐视自稳的动作时, 脚尖轻点, 身姿一晃, 在众目睽睽下, 直直地往台下跌去。 沈亭川离台前近, 几乎不受控地上前一把接住了从台上跌落的孟英。 醉在君王怀, 梦回大躺爱。 跌落的瞬间, 孟英稳稳地掐准了腔调, 唱完了最后一句。 一时间呼声一片, 所有人都在看着君王搂着怀里的美人, 不分台上台下。 而怀里的孟英也抬眸看着沈亭川, 滑幅半退, 妩媚动人, 漂亮的惊心动魄。 果然是孟英。 这时, 全场的灯再次亮起。 沈亭川皱了皱眉, 感觉到孟英站稳了, 立刻松手。 不等沈老爷子带头, 这次直接掌声一片, 声落雷鸣。 别说沈老爷子老人家入了戏, 其他人都看入了戏, 无不惊艳于这一出好戏。 沈老爷子甚至站了起来, 好, 好极了, 太妙了。 孟英微微亮呛了一步, 这才站稳了, 心里暗暗道, 小叔可真粗鲁。 亭川, 你这就不对了。 沈老爷子随后也看见了沈亭川的动作。 沈亭川垂眸, 不语。 孟英脸了唇边的笑意, 没事, 是我没站稳。 随后孟英微微冲沈老爷子汗手, 转身随其他人离开台前。 沈老爷子心情大悦, 直到戏团的人彻底离开, 大手一拍沈亭川。 沈亭川还在出神, 看着自己的指尖, 回味其手掐住孟英腰身时的温度, 细腻的触感。 亭川, 真不错, 很棒。 沈亭川回过神应了声, 嗯, 沈亭川笑来崇辱不惊, 沈老爷子也不奇怪这态度。 其他人都看在了眼里, 果然沈老爷子最看重的, 还是沈亭川, 而不是沈景阳这个孙子。 沈景阳见此, 哪里还有心思再待下去, 直接甩脸走人。 景阳哥, 顾楚楚大惊追出去。 沈景阳一直走到外面, 无人的地方, 这才转过身, 无意识地抓疼了顾楚楚的手臂。 顾楚楚撒起胶, 疼, 疼, 景阳哥我疼。 楚楚, 你不是说今天那个戏团的台柱子来不了了? 面对沈景阳的质问, 顾楚楚也奇怪。 戏团的台柱子, 确确实实是休克紧急送医了。 电光石火间, 顾楚楚突然想起, 登台前在后台幕联, 看到那个很像孟茵的人。 但, 怎么可能是那个死板的工作狂孟茵? 景阳哥, 我们去后台瞧瞧, 卸了妆的是谁不就知道了? 反正现在沈老爷子在看戏, 是不会往后台去。 他们现在去, 谁也不知道。 沈景阳眼前浮现了方才台前一身华服的女人, 那一瓶一笑游在眼前。 沈景阳脸去了眼底的惊艳, 走, 他倒是要看看这是何方神圣。 只是他们来得早, 孟茵才从台上下来, 头是勾着头发正在拆卸, 脸上装卫屑。 景阳少爷, 顾小姐, 他们一进来, 齐刷刷的一片人, 起身汗手。 这是沈家的地盘, 他们这些戏团的人都认识沈景阳与顾楚楚, 所有人都起身了, 只有孟茵没起来。 孟茵只是往镜子瞥了一眼, 自顾自地拆卸头上的配饰。 这位是…… 沈景阳开了口问戏团的团长。 戏团张了张嘴, 一时间倒是无话, 毕竟人不是他找来的。 景阳少爷, 这位是我们临时调来的。 言下之意, 他们不清楚。 但是团长不难看出沈景阳与顾楚楚的来意, 沈家沈廷川与沈景阳名争暗斗已久。 刚才孟茵一一曲惊畏天人, 抢了沈景阳的风头。 团长趁着沈景阳往孟茵那边走, 悄悄地推了推身旁的小童示意他去找人。 沈景阳阔步上前, 小姐, 方便问一下。 孟茵起身, 与沈景阳对视。 一时间, 沈景阳觉得熟悉, 可又想不起来。 顾楚楚趁着二人对话的缝隙, 杨作无意上前。 孟茵眼尖地看到了顾楚楚的动作, 顾楚楚竟将桌面上用于卸妆的东西洒向孟茵。 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姐姐。 幸亏孟茵眼疾手快, 长袖一挥。 呀, 顾楚楚没想到真还能这样物尽其用, 猝不及房下被反甩了一身水。 顾楚楚脸上的妆容也跟着融化了。 突不知是人群谁发出了一声低笑, 顾楚楚的脸瞬间就红了, 偷鸡不成十八米。 不方便。 孟茵直接冷下脸, 马上就要走。 沈锦阳眼看着女人竟卵得不吃, 还这样欺负顾楚楚, 那就只好来硬的了。 站住, 随声而起, 沈锦阳直接伸手去想要抓住孟茵的肩膀。 但没想到, 孟茵躲得快, 抓没抓牢, 只听, 撕拉一声孟茵的戏符直接被扯破了。 戏符是整体的, 被扯破了马上就垮塌下来, 孟茵又惊又怒, 按住要掉落的戏符。 她只顾着按住要掉落的戏符, 没注意到身后来人。 慌万间, 孟茵撞入了熟悉的怀里。 继而, 温暖的大傲将她牢牢地包裹住, 她裸露在外的肩膀也被盖得严严实实。 二爷, 又是齐刷刷的一片声, 她来了。 孟茵抬头, 见识沈廷川瞬间吸安下来。 沈锦阳也马上就老实了。 小叔, 你在干什么? 沈廷川的声音很冷。 沈锦阳低着头, 小声便捷道, 我, 我就是被这位小姐表演经验倒想, 你已经有楚楚了。 沈廷川面无表情地提醒她。 沈锦阳深深低头, 是, 顾楚楚见状, 忙上前替沈锦阳说话。 小叔, 你不要怪锦阳哥, 是我想见见那位姐姐。 真的是演得一首好戏, 孟茵躲在沈廷川怀里, 不由地冷笑。 照着沈廷川的喜欢, 不仅能让沈锦阳感谢她, 还能变相地让沈廷川觉得她善良。 果然, 没有下次。 沈廷川轻而易举地放过了他们二人, 孟茵刚见到沈廷川的心也随之冷下来。 事实证明,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他们离开, 孟茵也想离开, 却被沈廷川带出了后台。 谢谢二爷解围。 孟茵声音轻软, 乖巧得有样学样。 沈廷川看着孟茵笑得谄媚, 冷声道, 别笑了。 我笑得不好看吗? 孟茵轻笑反问, 抬起手点在男人的身前, 你不是喜欢这样的吗? 男人啊, 都是喜欢这种柔弱弱弱乖巧的。 最好还是整天带笑的, 活泼的小太阳。 沈廷川抓住孟茵的手, 声音放轻了不少。 谢谢你, 今晚。 哦, 孟茵知道了, 他谢的是今天晚上替了今晚的亲衣登台唱戏这一处。 就这样吗? 孟茵失望地说。 沈廷川眉目严肃起来, 还当了针,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 孟茵突然点起脚来, 一下逼近了沈廷川。 他与沈廷川的唇离得很近, 近到只有一步之遥, 足以清晰地看见他眼瞳中的自己。 想要二爷您。 孟茵趁着男人失神, 稳了下去。 他那次谈判, 这男人真可谓君子, 根本没答应。 沈廷川几乎是触电般地后退了几步, 皱起了眉头, 又胡闹了。 孟茵更有兴致了, 再度靠近。 小叔, 是您问了我要什么, 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沈廷川步步后退, 直至退无可退, 身后靠着冰冷的墙面。 这个发展为什么那么诡异? 你可以换别的? 沈廷川冷静下来了。 孟茵窥见了沈廷川微红的耳根, 眸色一动, 还真就善解人意换了个谢礼。 那好啊, 我搬出顾家了无处可去。 就当可怜可怜我, 收留我, 让我住在沈家。 反正他们来日方长, 就不怕这尊神仙不落凡尘。 孟茵就这么在沈家庄园, 沈廷川所在的别院住下了。 这一住, 马上流言飞鱼满天飞。 沈家的人谁都知道, 沈锦阳的女朋友是孟茵, 感情很好, 谈了多年差一本证。 但是, 沈锦阳的女朋友住进了他小叔的鼻院。 孟茵不在乎其他人怎么说, 他住得开心, 还有了沈家的庇护。 新耀娱乐的人还以为他傍上沈廷川, 一时间也没有感动他执行总裁的位置。 可是, 这天孟茵下班回来, 就一青年人急急忙忙拦住了。 孟小姐, 孟茵看清来人, 文周。 文周, 沈廷川的特著, 孟茵是认识的。 是, 孟小姐, 您快去主宅一趟。 二爷他被老爷子叫了去, 是为了您的事故意问责呢? 孟茵跟文周来到主宅, 主宅一片寂静, 气氛格外地严肃凝重。 孟茵刚来, 环顾了一圈, 沈家能说得上话的都在了。 沈廷川看到来人是孟茵, 眉心一跳。 孟茵, 你还敢来? 沈锦阳第一个说话。 沈老爷子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 顾楚楚看见了立马拉了拉沈锦阳。 沈老爷子都还没说话, 沈锦阳出这个风头。 我为什么不敢来? 被沈锦阳问责, 孟茵半点没有退缩。 他不但来了, 他还静止地当了所有人的面, 坐在了沈廷川旁侧的椅上。 一二, 你跟庭川怎么回事? 沈老爷子发话了。 沈锦阳立马接过话茬, 你不知廉耻, 他是我小叔, 你是我女朋友。 此话一出, 顾楚楚脸色一白。 孟茵只是扬了扬唇, 朗声道, 你跟顾楚楚都在我们婚床上坐过, 谁不知廉耻。 视频沈家的人是看过的, 李亏的沈家的人, 不是他孟茵。 沈二爷跟我就是男为婚女为嫁的关系。 你说, 谁不知廉耻? 孟茵特地僵, 不知廉耻, 的四字咬得很重, 端坐在位置上, 冷眼看着昔日枕边人。 沈锦阳一时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顾楚楚更是脸色煞白。 其他人沈家人不开口, 只是看戏般的看着他们二人。 沈锦阳, 我没有把视频公之于众是看在你小叔的面子上。 你如果不是二爷的侄子, 不是我孟茵用心要捧出来的话, 你什么都不是。 孟茵一拍桌子又站了起来, 气势惊人。 沈老爷子看着孟茵非但没有生气, 苍老却锐利地眼眸略过赞许。 不愧是孟家的儿女, 身上有着孟家的血性。 沈锦阳被刺中痛点, 也砰得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是, 我跟你分手了, 但你转头就勾引我小叔你, 是不是证明你放荡? 说着, 他大跨步来到孟茵面前, 抬手就是一巴掌, 巴掌没有落下, 沈锦阳的手就被一股力到重重击退, 甚至往后退开了一两步。 小叔, 沈锦阳怒不可遏, 又是他。 孟茵也没想到, 沈廷川会出手, 错愕地看向身前像是一座大山般的男人。 沈廷川现在出手, 岂不是坐实了他们的暧昧不清? 锦阳, 你母亲就是这么教你的, 打女人。 这时, 沈老爷子也开口了。 沈锦阳面露羞愧, 沈锦阳的生母也低下了头。 现在沈锦阳的生父不在, 他们母子没有什么化石权。 沈老爷子看向孟茵, 耶, 爷爷, 孟茵不卑不亢的应声。 你跟廷川的确男为婚女为嫁, 我就问你一句话。 您问, 你跟廷川, 什么关系? 面对沈老爷子的问题, 大厅那一片死寂。 没有关系。 我喜欢他。 两道声音几乎同时响起, 沈老爷子一脸玩味地盯着他们二人。 沈廷川眉头一皱, 还是那句话, 我们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但我喜欢他, 以后就有了。 孟茵信誓旦旦, 沈老爷子扬里扬眉, 饶有兴趣地追问, 喜欢廷川什么? 喜欢。 喜欢二爷成熟稳重不幼稚, 喜欢他保护我, 疼我, 始终如一。 孟茵说这话时, 看着沈景阳讽刺极了。 二爷还救过我, 就恩贞当一身相许。 顾楚楚完全愣住, 顿时看向沈廷川。 原来那天孟茵没溺死, 居然是因为沈廷川吗? 他的确疼你。 这点沈老爷子也是看在眼里了。 不过沈廷川对于沈家的后辈, 作为书辈的他, 向来很照顾, 没有孟茵说的特别。 沈老爷也听出来了, 这是在讥讽他那不成气的孙子。 孟茵, 我对你。 沈廷川眉目严肃凛然, 语气中听不出半分感情。 只是拽过孟茵, 沈廷川就不忍再说。 孟茵的双眼通红, 像是强忍着情绪, 他倔强地看着沈廷川, 透着一股韧劲。 他又笑了起来, 像是带刺的玫瑰。 没关系, 我喜欢你就好了。 要把人追到手, 孟茵就不怕其他人怎么看自己的。 下贱也好, 放荡也罢, 他必须暂时仰仗沈廷川的权势的庇护。 廷川, 既然如此, 你们便试试吧。 文言, 大厅内顿时是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包括沈廷川在内, 他惊愕地看向主位上的一家之主。 庇川, 其实早些年孟家还没没落的时候。 我与孟家的老夫人有约, 曾是想将依儿许配给你, 可惜见景阳与依儿有缘, 就没有强求。 沈老爷子是真的很喜欢孟茵, 这股魄力这样的手段, 正是沈家需要的主母。 没成想, 沈景阳辜负了人家, 这也正好。 话而言之, 廷川, 依儿本就该是你的未婚妻。 孟茵意外地来, 却又很平静, 当年发生了很多事, 其实孟茵都因为车祸记得得不清了。 他偷偷地看向沈廷川。 沈廷川没有惊喜, 眼眸却愈发地忧生宁静, 说不清地清冷疏离。 此话一出, 大厅的人纷纷面露异色, 看孟茵的眼神也起了别样的变化。 沈景阳却是不意外, 因为他是知道内情的。 当初要不是因为这个, 他也不会想方设法骗单纯的孟茵跟自己在一起。 沈廷川一旦有了孟家的助力, 他沈景阳的地位就更一日不一日。 事到如今, 沈景阳反而弄巧成拙, 顾楚楚更是气得下唇都咬得血迹斑斑, 他费尽心思想踏进沈家, 竟是孟茵唾手可得。 哪怕现在孟茵一一无所有, 只要他姓孟, 沈老爷子还是偏爱这个贱人。 顾楚楚再也没忍住, 眼泪扑苏苏地往下掉, 眼前也跟着一片片发黑。 楚楚。 失去意识前, 顾楚楚感受到两个人同时接住了自己。 眼城, 第一人民医院, 病房内很安静, 安静得几乎能听到输液管的低液声。 孟茵看了一眼顾楚楚, 下一秒就被人粗暴地拽出了房门外, 直直地压在了冰冷的墙面上。 孟茵疼得想落泪, 脸上却还是笑着的。 小叔, 我疼的。 沈婷川眉目冷峻, 身上散发着生人物尽的气息, 周遭的气压骤降。 你满足了。 顾楚楚本就体弱多病, 受到了刺激, 直接当场晕倒, 被紧急送医。 可笑的是, 孟茵您衣装的未婚夫, 跟她前男友都对顾楚楚关心有加。 我不是, 我只是听文舟的话来担心你, 想听解尾。 孟茵想说, 可沈锦阳让她吃到了示弱的苦头, 她不愿再跟任何人示弱。 说话, 孟茵, 她的力道, 逐渐收紧了。 孟茵好像是不怕疼, 她抬起手, 轻抚上男人因引怒而显得更冷烈的脸庞。 她将男人病编的碎发捏在手上把玩。 小说, 你生气的样子真好看。 这不, 男人生气气来, 别有一番风情。 她那清冷疏离的面容, 总算有了几分人气, 却依然不减涉人的含义, 孤绝, 也傲绝。 果然是成熟的男人好, 比沈锦阳那毛头小子有味道多了。 你, 沈廷川没见过这样的女人。 孟茵直白露骨的调戏, 反而让沈廷川束手无措起来。 沈廷川永远是高高在上, 不染凡尘的, 没有人敢对她那么放肆。 二爷, 您不要怪孟小姐。 突然, 一道声音打断了她们, 是文周。 二爷, 是让孟小姐过去的, 我担心沈老爷子责罚您。 文周匆匆赶来,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心惊胆战。 沈廷川反应过来, 不是孟茵故意为之, 是他错怪了孟茵。 对不起。 是他的错, 沈廷川就道歉。 松开手, 沈廷川就瞥见了 孟茵被掐住的另一只手手腕通红。 没想到, 孟茵非但没有喊疼, 反而就是牵住了沈廷川的手。 想说, 你知道的, 我要的不是对不起哦。 孟茵的手, 贪腐上男人坚实的臂膀。 文周心下一个咯噔, 好像哪里不对? 孟茵怎么把他家二爷的台词抢了? 沈廷川默了默, 却是不解, 你要什么? 我, 孟茵一愣, 没想到这个男人是真的不解风情。 怪不得沈廷川, 处处都比沈景阳好, 偏偏顾处处要捡沈景阳。 沈廷川是好, 却是少了几分人情味。 但到了孟茵, 这好像不是缺点, 他反而有点意外之喜。 我喜欢你, 小叔你说, 我想要什么? 孟茵整理好情绪, 孜孜不倦地施爱。 沈廷川还是那句老话, 胡闹, 可爷爷说让我们试试, 那就跟沈老爷试试。 孟茵还没反应过来, 反应过来又气得愣在原地, 沈廷川已经走远。 云走前, 孟茵好像又发现沈廷川的耳根红得出奇。 他在害羞, 这次孟茵肯定了。 孟茵你别丢人了, 我小叔是不会喜欢你这种放荡的女人的。 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孟茵转过身一看, 果然是他。 孟茵眉目轻跳, 痴笑一声道, 你确定你不是恼羞成怒? 我怎么可能恼羞成怒? 你找我小叔该不会是把他当我的替身吧? 沈锦阳反驳道, 孟茵冷笑一声, 很是不以为意。 沈锦阳, 你有没有想过你才是那个替身? 不等沈锦阳再说, 孟茵一刻都不想停留在他身边, 转身离开。 这自然就错过了, 错过了沈锦阳听见, 你才是替身, 时略显慌乱的表情。 不知过了多久, 顾楚楚总算是悠悠转醒。 他一醒来, 下意识地去找寻一个熟悉的身影。 找谁? 你锦阳哥, 去给你带饭去了。 江月兰见顾楚楚醒了, 心疼不已。 顾楚楚摇摇头, 抓住了江月兰的手腕。 妈咪, 你有没有见到二爷? 没有, 这里只有锦阳照顾你。 江月兰如实道, 顾楚楚失望地低下头, 小声道, 以前二爷不是这样的。 没有梦音搅和, 沈廷川跟沈锦阳 都是他的群下之臣罢了。 现在顾楚楚总感觉到 沈廷川似乎有意在疏远自己, 虽然刚才晕倒时 听到他紧张自己, 但现在孟音的转变, 莫名让顾楚楚感觉到了 一股强大的危机感。 你有锦阳还不够? 妈咪, 这不一样, 而且沈廷川真的喜欢上孟音, 肯定会帮着对付我们的。 你的意思是…… 妈咪,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就跟当初顾家看上孟家一样, 不择手段。 哪怕害得孟家家破人亡, 子嗣凋零, 她们顾家也全部都要。 顾楚楚争宁的面容 在门出现响动时 瞬间就收敛好了, 她又是那个楚楚可爱的小女生了。 锦阳哥, 你回来了? 她声音马上变得软软糯糯的。 沈锦阳恩了一声, 对江月兰微微汗手, 伯母, 还叫伯母那。 江月兰称怪道, 又看了一眼顾楚楚, 不打扰你们了。 随即, 江月兰离开, 将空间留给他们二人。 沈锦阳担心地询问, 没事吧? 还晕不晕了? 毕竟顾楚楚可是没跟有权有势的沈廷川, 坚定地选择并站在了自己身边。 上次落水, 沈锦阳都还心有余悸。 没事, 顾楚楚苍白着小脸摇头, 又担心地说道, 你千万不要怪梦音姐。 提及梦音, 沈锦阳就想起, 顾楚楚这两次遇到险都是因为梦音。 不会的。 但沈锦阳已经记恨上了。 顾楚楚没有错过沈锦阳眼里一闪而过的仇恨, 她满意地, 极小幅度地勾了勾唇角。 她笑着, 藏进了男人的怀里。 离开后的梦音, 回到了星耀娱乐, 一进门, 一道影子就一把将拉进办公室。 你们分手了? 两人惊呼, 拉着梦音确定。 这人不是别人, 是梦音为数不多的亲戚, 梦音的小表妹, 孟安然。 梦音垂眸, 避免对视。 啊, 对, 分手了。 怎么会? 孟安然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又想起了什么, 将手机塞到了孟音手上。 表姐, 你快探热搜。 梦音接过手机, 看了一眼, 唇边浮出几分嘲弄。 第一条热搜, 新进影帝官宣恋情, 后面还跟了个, 抱子。 梦音才发现原来, 跟了沈锦阳那么多年, 她女朋友的身份除了沈家, 无人知晓。 甚至连分手, 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 梦音曾爱惨了她。 而现在, 沈锦阳喜欢了别人, 她对那个人喜欢, 就要全世界知道。 哦, 梦音赛回去给了孟安然, 做到了自己的靠椅上, 汇报一下工作吧。 孟安然眼睛瞪得像是同龄, 表姐, 你没看到热搜吗? 看到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她爱谁谁。 梦音表现得毫不在意。 她又敲了敲桌面, 示意孟安然可以开始汇报了。 孟安然张了张嘴, 知道孟音要强是女强人, 没想到已经到断情绝爱的地步了。 回过神来, 孟安然规规矩矩地 汇报了这个忌妒 新药娱乐运营的情况。 汇报下来之后, 孟安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现代新药娱乐当红艺人, 就是沈锦阳跟顾楚楚。 孟音已经跟沈锦阳分了手, 而且还跟孟音最好的规律在一起, 这肯定是仇人啊。 表姐, 你说沈锦阳他们要跟我们解约, 跳槽怎么办? 孟安然有些担心地合上文件。 新药可是孟音一手创立, 好不容易成长到如今 与四海娱乐并肩的存在。 难道就这样毁于一旦? 孟音低笑一声, 满不在乎, 求之不得。 啊? 孟安然愣住? 沈锦阳跟顾楚楚的旗下当红艺人, 名声流量两手抓, 是新药娱乐的王牌, 孟音的心血。 孟音轻轻一笑, 停掉沈锦阳跟顾楚楚所有的活动, 接着节目全部给我推掉。 啊? 孟安然感觉下巴都要掉在地上了? 这不是怕顾楚楚他们解约, 而是在逼他们解约。 可是…… 表姐, 你这样做的话, 顾董他们肯定不准啊。 顾楚楚的父母在新药娱乐也握了不少股份, 名义上是孟音为首, 可到底也有画实权。 孟音这样的做法, 顾楚楚的父母肯定第一个不同意。 照做旧事, 天塌了我担着。 孟音挥挥手。 孟安然对于这一点倒是没有怀疑, 领了命转身就去办了。 狗男女欺负她表姐, 该。 就在领要出办公室的门了, 孟音突然又把孟安然叫住。 哎, 等等。 安安, 今天盛世情人节。 孟安然一愣, 掏出手机确认了一遍点点头。 孟安然瞬间警惕, 表姐, 你关心这个干什么? 哦, 那你替我去订花, 我给你的地址。 孟音又若无其事地吩咐下去。 孟安然点头记下, 又问, 送朋友。 废话, 情人节当然是送情人。 孟音白了一眼孟安然。 孟安然最后一脸荒唐地离开了办公室, 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 许是受了沈锦阳刺激, 孟音想以笔之道还置其人之身吧。 孟安然开始着手联系花店, 定了超级豪华奢侈高调的花束, 开始追问孟音地址。 孟音几乎秒回, 用的语音。 四海娱乐, 沈总收。 孟安然笑容僵在脸上, 这可是新耀娱乐一直以来的死对头, 竞争对手。 孟安然开始合理怀疑, 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孟音已经失了志。 但公事公办, 领导吩咐哪有不从的道理, 孟安然给花店发了地址。 不多时, 四海娱乐就炸开了锅。 沈总, 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不知道啊, 不是女朋友敢对沈总那么放肆吗? 送到公司来了。 多浪漫啊, 好大数话。 浪不浪漫不知道, 但有钱的真的。 外卖小哥一脸无措抱着几乎要抱不住的花尴尬地站着, 耳边尽是讨论声。 本来是可以放下一走了之, 可是顾客点名了要人亲自牵手。 为了怕差评, 外卖小哥强忍着羞耻感没有离开, 要前台通知了收获人。 沈廷川当然知道了, 他也不难猜到是谁做的。 文周立在沈廷川旁侧, 给出建议。 二爷, 既然您不喜欢孟小姐的话, 为什么不强硬些拒绝? 沈廷川微微垂眸, 淡淡道, 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文周好奇问道, 沈廷川转过靠椅, 视线落在远方, 像是在回忆什么。 孟一与沈家是视焦, 我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 他变成现代这样, 怎么能在雪上加霜? 沈廷川没有再说, 但文周已经明白了沈廷川的意思。 那楼下的花? 文周又问了处理办法。 沈廷川有些疲惫地捏了捏眉心, 收下, 但不要让我看见。 是, 除了顾楚楚, 文周还是第一次见沈廷川这样的回忽一个人。 沈廷川正要起身去开会, 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是我, 沈廷川看了一眼瞬间接起。 沈老爷子爽朗的声音在电话另一端响起。 廷川, 今天情人节, 我想请你妈妈听戏。 听戏, 沈廷川听到这, 他几乎就能猜到沈老爷子想要什么了。 上次你请来的那个戏团不错, 尤其是唱曲的奖, 你能能再请一次。 文言, 沈廷川先是沉默, 还是沉默。 请上次的戏团的人不难, 可要请到孟英却是难。 想到孟英那轻浮直白的话语, 沈廷川觉得他的头疼又要开始发作了。 廷川? 听着沈老爷子期待的语气, 沈廷川也很难说出步。 这些年, 沈老爷子的身体看了硬朗, 其实是大不如前, 沈廷川不忍服了他的意。 知道了, 罢。 沈廷川硬了下来。 沈老爷子本以为没戏了, 没想到沈廷川又答应。 沈老爷子大喜过望, 一连说了几个好, 就挂断了电话, 开始期待其晚上。 星耀娱乐。 孟英正办公呢, 门突然被砰了一下推开。 孟英, 你什么意思? 来人是沈锦阳。 孟英摘掉了蓝牙, 合上了笔记本, 什么什么意思? 看到沈锦阳这样怒气冲冲, 孟英百忙之中, 想起了沈锦阳生气的原因了。 没想到孟安然动作那么快, 沈锦阳也那么快受到风声了。 你停掉了我跟楚楚的所有工作, 你这是要血藏我们。 你知道我跟楚楚是 心耀娱乐的王牌吧? 孟英没忍住扑斥笑出声, 你以为你很特别? 你是我捧出来的? 孟英。 沈锦阳惊于孟英的措辞。 孟英眉目清冷, 冷艳的面容充斥着轻蔑不屑, 仿若是在看一个小丑。 沈锦阳以为见识过 孟英冰冷强势的一面, 没想到这才是。 现在的沈锦阳才幡然醒悟, 之前的孟英那么温柔。 我孟英能捧出一个影帝, 就有第二个。 孟英从容道, 沈锦阳的脸上一阵清清白败, 我无所谓, 你有没有想过楚楚? 想她。 孟英困惑地重复, 楚楚是你最好的闺蜜, 你这些年都在顾家长大的, 她身体不好你不是不知道。 你怎么舍得还那么刺激她? 有什么你冲我来? 顾楚楚那么可怜弱小, 现在还在住院, 孟英居然借此暂停顾楚楚所有工作, 几乎是在最红的时候急流永退, 最后什么水花都没有了。 孟英哈得一笑, 反问道, 那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 你不一样, 孟英。 哪里不一样? 其实孟英还真的想知道, 为什么沈锦阳跟她那么多年的感情比不上顾楚楚? 她得洗耳恭听。 孟英, 你可以遇到了困难的时候站起来, 面对这些, 你很厉害。 但是楚楚她不一样, 她需要我。 孟英听着听着, 本来已如死水般的心, 总算泛起了波澜。 她声音再次响起, 却有些发颤, 因为我厉害, 我就必须承受这些。 不, 不是的。 沈锦阳突然有些慌, 沈锦阳也看到了孟英情绪的变化, 想起了曾经, 意识到了自己说得那么不妥当。 沈锦阳, 我也需要过你。 星耀娱乐成立之初, 孟英也跟顾楚楚一样弱小内敛。 可弱小内敛, 不会社交, 没有人脉, 沈锦阳离开沈家, 想要出成绩, 根本不可能。 为了沈锦阳, 孟英就去陪酒, 去求人, 去亲手践踏自己的尊严。 堂堂演成第一名员, 她为了沈锦阳的梦想, 她可以什么都不要。 可你在哪里? 她快要溺死了, 快被抢人侵犯, 沈锦阳在哪呢? 孟英问出口了, 她的声音越发的不稳, 为曾经自己的一腔情深, 感到不值。 门口在那里, 滚吧。 孟英收敛了心绪, 不再看沈锦阳。 就在这时, 孟英的手机响了, 孟英正情绪起伏不想接, 可一看来人又接起了。 孟英的眼眸, 略过芬林的欢喜。 小叔, 沈锦阳看在眼里, 那就瞬间烟消云散。 刚才还对自己声色力差, 一对上, 沈廷川就变得这么快。 一种连沈锦阳自己都不知道, 名为极度的情绪, 疯狂滋生着,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 摔门而去。 你会后悔的。 关门声那么大, 电话的另外一端也听见了。 不方便。 沈廷川问道, 孟英生怕沈廷川挂电话, 这可还是漂亮神仙 第一次主动找自己呢。 没有, 刚在办公室进了一条狗 我叫人赶出去了, 吓死我了。 孟英飞快回答, 沈廷川皱了皱眉, 实在没想到 什么狗能一路无阻 跑到执行董事办公室去。 小叔, 你收到我的花了吗? 孟英又找话题, 沈廷川默了默, 嗯, 孟英说起情话, 得心应手。 小叔, 怎么今天有空找我, 是想我了? 我, 明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可沈廷川就是难以开口。 因为你孟英的确离经叛道, 与寻常的女人不一样, 沈廷川不知如何面对。 我想请你帮个忙。 孟英一愣, 没想到有什么忙可以帮。 沈家沈二爷 在演成一首遮天, 四海娱乐 不过是沈氏旗下一个罢了。 这样的诠释, 沈廷川还要求他帮忙。 您说说看。 孟英积极回应, 沈廷川沉默片刻, 缓声道, 今晚在沈家, 再唱一次戏。 说起来, 沈廷川也觉得这个要求有些过分。 孟英是新耀娱乐的执行总裁, 起码衣食无忧, 没有理由接受这样的要求。 但做一个戏子, 多少委屈他。 这个呀, 孟英将尾音的调调拉得很长, 像是为难。 沈廷川没有想为难的意思, 不行也可以。 我可以呀, 但小叔以什么身份求我。 孟英轻笑, 沈廷川一时无话, 他就知道。 一时间, 谁也没有说话, 孟英就听着耳边轻轻的呼吸声。 他心里听了酥酥麻麻的, 好像沈廷川就在跟前。 好了, 我答应你。 文言, 沈廷川莫名松了口气。 可很快的, 孟英的声音又再次响了起来。 但是小叔, 戏我不白唱, 报酬还是要有的。 沈廷川丝毫没有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不自然。 可以, 孟英唇边笑意更深, 几乎可以想象到, 依照沈廷川那有些克制隐忍的性子多为难了。 为了沈老爷子, 沈廷川可真忍辱负重, 这也正好给了孟英机会。 孟英声音轻柔, 千转百回, 试成之后, 想书可不要翻脸不认人。 话音刚落, 电话那端立马传来了盲音。 嘟嘟嘟。 孟英看了自己的手机好一会, 没忍住笑出声。 或许就连孟英自己都没发现, 自己在手机屏幕上映出的笑镜有几分甜蜜。 当时挂了电话, 孟英就处理完手头的事物, 就回了沈家。 虽然对着唱戏孟英有十足的把握, 但排练还是要的。 他马不停蹄地赶回了沈家, 跟戏团的人碰了面, 开始讨论其晚上唱什么戏。 不如还是唱上次那出吧, 排练过也有把握。 对呀对呀, 要是重新排出的话, 这位小姐还得重新练, 来不及。 这位小姐, 您说呢? 自从经过上次的表演, 戏团的人跟孟英打成一片。 尤其是团长, 团长十分赏识孟英, 要是只唱跟上次一样的, 多无趣。 孟英倒是没有为了方便自己答应。 团长没有否认, 我们是唱过很多其他的戏, 但是小姐您, 我也唱过很多。 嗯, 在团长疑惑的发问下, 孟英做出了解释。 团长, 我姓孟, 是孟晚秋的孙女。 你们能唱的, 我也能唱。 话音刚落, 场内一片安静, 紧接着爆发出倒戏气的声音。 戏团一众人都不敢相信, 眼前的孟英, 居然是孟晚秋的孙女。 孟晚秋, 可是戏曲世家的传承人, 世代唱戏, 功底深厚, 乃是成派一脉著名的情依。 当时可谓宏极一时, 结婚之后便销声匿迹了。 怪不得孟英唱戏竟如此叫人惊艳, 原来她是孟晚秋的孙女。 戏团内一众人的目光纷纷变得恭敬, 纷纷涌上来你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没想到, 居然在这里遇到了孟家的传人。 就是, 我们都以为孟晚秋没有任何传人呢? 怪不得当初小姐的身段那么专业, 真人不露像啊。 因着这个人故, 戏团的一众人跟孟英更熟悉了起来, 热情高涨。 因着孟英本来就会又说开了的缘故, 排练起来更迅速, 比起之前更为规整优秀了。 排练了几场下来, 团长就已经喊了停。 孟小姐辛苦了, 您还好吧? 团长关心地来到孟英身边。 孟英头上顶着几斤重的珍珠配饰, 不仅要唱, 更要融入当今的元素, 要舞。 一场场下来, 孟英早已经是满身大汗, 粉末都快遮不住他脸色的红。 孟英刚想说话, 却瞥见了身后一道逐渐靠近的身影。 他轻轻勾唇, 柔和的嗓音里带了几分魅惑的意味。 不碍似的, 魏伯美人一笑值得。 美人? 团长听了, 声音拔高了几分。 孟英没有掩饰自己的目光, 视线落在团长身后。 他的视线赤裸而直白, 微微歪头, 谋色在烈阳下呈现出不一样琥珀色, 璀璨明媚。 被这样的美人盯着, 光是看着, 就叫人觉得要燃起来了。 人间有物。 这是旁人见了孟英的第一想法, 饶食厚重粉末之下, 依然能窥见几分真容。 别说是脸, 孟英那端的架子, 一平一笑都勾忍。 二爷, 您来了。 团长顺着视线一看, 立马恭敬地起身。 沈亭川微一点头, 嗯, 沈亭川又垂眸, 看到孟英因身体前倾, 而裸露出大半截雪尖的衣袍。 他突然上前, 孟英的身前也骤然笼上一大片的阴影, 他眨了眨眼。 孟英还未反应过来, 沈亭川就已经将他的衣服拉好, 错身离开。 等等, 二爷。 眼看沈亭川要走, 孟英提起裙摆追上。 英跑得急了, 孟英还真就没顾上什么礼仪。 他跑得太急, 一头竟往前栽过去。 沈亭川身旁的人一见, 眼急手快的, 马上就要去扶。 但他快, 沈亭川更快。 沈亭川直直地接过了孟英, 孟英就一头撞在了沈亭川的胸前。 力的相互作用下, 沈亭川觉得这小妮子果然是有几分力气, 孟英也被腾出眼泪。 这几斤重的头是险些把孟英撞得眼冒金星, 但是机不可施时不再来, 他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可以争取相处的机会。 二爷,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孟英又好气又好笑, 沈亭川依然冷淡, 语气波澜无惊, 你说, 硬邦邦的, 说话没点人情味。 孟英在外长袖善舞, 交集一枝花, 不然也没办法把新药娱乐做到今天的辉煌地步。 可是, 孟英这样的有手段, 见过那么多人, 沈亭川是第一个他碰到的硬茶。 旁人巴不得跟他多说几句, 沈亭川却对他好似必如蛇蝎。 二爷, 今晚的演出您来看吗? 您说过要付我报酬的。 孟英没有拉开两人的距离, 用那双引满了双光的眼, 直勾勾地盯着眼前人。 他毫不在意沈亭川身边那人对自己的瞩目, 他只在意沈亭川。 哪怕片刻地停留, 我会来。 真的? 真的? 您可不能骗小孩。 孟英已经不是小孩了, 但在沈亭川的身份地位与年纪面前, 他就是个小孩子。 小孩二字一出, 沈亭川眉心舒展, 心底渐柔。 沈亭川唇边露出了一抹极浅的笑, 不骗小孩。 我等你来。 孟英高兴了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孟英总算是争取到了一个 跟沈亭川多相处的机会。 他雀悦地离开, 心里盘算着 今天情人节, 演成的情人桥 有烟花表演。 结束演出之后, 他们应该赶得上。 孟英走后, 沈亭川的身错的一中年男人 却如被勾了魂。 直到孟英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视线内, 男人才回过神。 二爷, 那位是您的。 男人试探性地开口。 沈亭川下意识地否认, 不是。 孟英如今种种, 沈亭川哪怕对于情爱 没有过深的认识, 也明白那不算爱。 只是孟英要强, 他拥有的不是爱, 而是恨, 恨沈景阳驱使他去爱沈亭川。 听沈亭川否认, 中年男人眼里闪过芬妮的欢喜。 不是就好, 嘿嘿, 不是就好。 走吧, 周叔。 趁着孟英的模样 还未在脑海里成行, 沈亭川转过身先走了一步。 周叔现在满心满眼 都刚才孟英, 想他血尖半露, 轻浮妩媚的作态, 衬上那轻力的面容, 妩媚中却又透着几分纯净。 等到沈亭川走出一段距离了, 周叔才如梦初醒地追上。 周叔还以为沈亭川 已经走出一段距离, 没想到沈亭川没走远。 沈亭川接了个电话, 周叔好奇地说了侧听。 小叔, 我晚上要做一个全身体检, 我有点害怕。 您能陪我吗? 锦阳晚上有演出 我不想辛苦他, 您晚上有空吗? 末了, 电话那头的人 好像是生怕沈亭川误会 又柔声快速地补充。 不行也没有关系的, 我只是问问你。 文言, 沈亭川罕见地沉默了好一阵子, 沈亭川处事向来果决, 从未见过他这么久 没能给出答案的。 小叔, 我知道你吗? 没关系的, 楚楚一个人也可以, 楚楚很坚强的。 听到沈亭川沉默, 电话的人好像鼓起了 莫大的勇气, 才说了没关系。 沈亭川微微一顿, 眸中略过怀念, 终究还是不忍拒绝。 我会过来, 不用怕。 文言, 电话那头似是喜极而泣, 但是沈亭川却没有过多留恋地 直接挂了电话。 周叔惊疑不定, 亭川, 女朋友? 不是, 沈亭川言简一概。 周叔想也不是, 如若真的是女朋友 不该是这么快冷漠地挂了电话。 如果是女朋友, 更应该是刚才对那个戏子一样才对。 不过沈亭川说了, 戏子不是他的人, 那就, 周叔往深了想, 笑意逐渐扭曲。 夜晚, 一场大戏即将登开幕。 谁都知, 这是沈老爷子为了老夫人设的舞台, 早早地便在后花园给搭好了戏台子。 戏台子不小, 简约却不是应有的规格, 足以将整个后花园都点亮。 沈老夫人身子鼓不好, 不惜热闹, 来的都是些沈老爷子相熟的老朋友了。 沈老, 今天唱的哪一出啊? 请的还是不是上次那位了? 我看, 上次那戏团不错。 就是就是, 沈老, 你, 突然, 四周的灯光一暗。 好戏准备开场, 其他人也自动消声。 沈老爷子知道这是要开始了, 拍了拍身侧沈老夫人的手。 知道了。 沈老夫人的声音轻轻应声。 沈老夫人的眼紧盯着台上, 她倒是想要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曲儿能让沈老爷子赞不绝口。 随浓雾见起, 梦音一袭红衣灯台, 媚态天成。 紧接起后, 舞声登场, 与梦音轻衣形成仙灵对比。 随之梦音不太轻动, 身形摇曳, 眉宇间一平一笑皆有传情。 起火了! 不知是谁, 一声惊呼。 台下众人便见梦音身后烟火炸开,火焰往天上窜。 雄雄烈火与她红衣,几乎龙成一体,她像是在烈火中起舞。 最后, 吴声倒下, 梦音身后火势熄灭, 她也随之倒下。 众人才惊觉, 这演的是一出家仇国恨, 戏子不知王国恨, 隔江游唱后挺花。 唱曲的眼睛要灵动, 眼守共事, 传达故事的灵魂, 梦音是做到了。 好, 好精彩的表演。 沈老夫人声音微颤。 沈老爷子侧目, 沈老夫人却已经是热泪盈眶, 眼看就要落下垒来。 沈老夫人看得紧钻着沈老爷的手, 激动得说不出话。 她像是看见了昔日的故人。 你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沈老爷子欢喜得很。 沈老夫人看着台上的人, 急切地追问道, 那台上的轻衣是哪家的小姐? 看沈老夫人急得都要追上去了, 可沈老夫人现在这身子哪能这样折腾。 沈老爷急急忙忙安抚下来, 又一面寻找。 我让廷川。 廷川今天怎么没来? 沈老爷子下意识地想要寻沈廷川的身影, 这才发现沈廷川今夜竟意外地没到场。 沈景阳就不说了, 那混小子和他爸一样叫人经常操心, 不见也是正常。 沈廷川是个手信的人, 他断不会无缘无故食言的。 我差人去问问。 沈老爷子温声安抚自己的夫人。 沈老夫人点点头, 又嘱咐道, 一定要问道呀。 怎么了, 你这是? 他唱得很像, 很像我当时特别喜欢的一位唱戏的名家。 哪位? 便是我与你说过的, 孟晚秋。 沈老爷子更能追到沈老夫人靠的就是戏曲的人分, 又是夫人的话。 沈老爷子记在了心里, 等沈廷川回来, 给好好问问他。 大家, 今天晚上演出很成功。 一落寞, 团长便从外人口中得知了沈老夫人的满意。 他话音一落, 戏团内顿时响起呼声。 可团长却见孟英郁郁寡欢, 看着像是有些落寞。 孟小姐。 团长走近, 轻声招呼。 今晚你也辛苦了。 孟英这才回过神来。 哪里的话? 孟小姐。 孟小姐是在难过三爷没来。 团长像是看出了孟英的小心思, 他小心地发问。 孟英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失望是有的, 但比起失望, 孟英好像还有点生气。 明明沈廷川说好了, 他却没有来。 哪怕沈廷川说了, 今晚没空, 他也不至于生气。 三爷没来, 那一定是有事, 三爷是个不会轻易失信于人。 团长宽慰道, 孟英总算是笑了笑, 我知道。 沈廷川平日里是得多得人心, 哪怕威名在外, 也不见全是怕他的。 你看, 连生个气都有人替他说好话的。 孟英反复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机, 确定没有信息, 放下开始慢吞吞的卸妆。 反正今天晚上是过不成情人节了, 他也没必要着急, 毕竟就住在沈家庄园里。 孟小姐, 我们先走了, 您待会记得收拾了切断电源就可以了。 好, 随着孟英的答应, 化妆间内最后一个人也走了。 孟英这才拆卸掉头饰, 卸掉脸上的妆容, 他正将手放在了自己戏服的扣子上。 啪, 孟英下意识地以为是戏团的人, 漏了什么东西吗? 可没有人回应, 孟英这才觉察不对。 孟英抬眸一看, 这不是之前跟在沈廷川身旁的那位, 挺着啤酒肚, 贼眉鼠眼的老男人? 周叔。 他记得沈廷川是这么喊的, 在嘴里念叨了两次, 他顿时反应过来。 周叔颇有些势力, 涉猎行业甚广, 同时也是星耀娱乐持股的股东。 孟英, 你居然是孟英? 周叔是被惊讶到没说出话来的。 第一次登场, 雍容华贵端庄名艳的杨贵妃, 是他。 第二次登场, 一些红衣妖艳犹如帝王歌姬, 也是他。 这跟在星耀娱乐一身女强人打扮的孟英, 居然是同一个人, 周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孟英很快地反应过来, 换上公式化的笑。 周叔, 你住进了沈家, 这居然不是谣言。 不是。 眼看着周叔越走越近, 孟英下意识地往后靠, 直到后腰抵住梳妆台。 不是。 听说现在顾家容不下你了, 这也是真的。 周叔, 这就是我个人私事了。 说着, 孟英就要走。 但周叔眼急手快地一下, 攥住了孟英的手腕, 将他拽到了自己的面前。 你跟二爷是为了不被顾家赶下台。 周叔盯着孟英的眼。 孟英看着周叔的眼, 明明白白地从他眼里看到了一些自己不愿读懂的东西。 他的眼神, 像极了在堵船那一夜骑在他身上的恶人。 孟英不想与之纠缠。 对, 对。 周叔想起什么, 放声大笑起来, 你在骗我。 孟英试图正了正, 发现周叔的力气很大, 他一时间没有办法抽出自己的手。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叔逼近, 而他不断后退, 里门越来越远。 我可问过二爷了, 孟英文言, 猛地抬头。 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问过沈亭川。 沈亭川难道把他让出去了? 孟英突然脑海里一片空白, 被周叔的话说得一时间没有办法思考。 周叔看到了孟英眼里一闪而过的受伤, 很是意外。 难道孟英还真的把自己当沈亭川的人了? 谁不知道沈亭川清冷禁欲? 不济女色。 就孟英, 他这个在外界名声几乎都臭了的交际话, 他也配吗? 孟英, 你还不是执行总裁的时候我就听过你靠给人, 卖笑发的家。 提及过往, 孟英心宛若刀割, 瞬间鲜血淋漓。 如果不是孟家已经没了, 爸妈已经不在了, 不是为了沈景阳, 他怎么会有那样不堪的过往? 孟英被激怒, 不自觉地红了眼, 他怒极了的样子反而更令周叔上瘾, 比起那些楚楚可怜的小娇花, 周叔更爱这一挂地。 不如, 你也陪陪我, 你跟了我。 二爷能给你的, 我也一样可以给你。 孟英痴笑一声, 歪了歪头像是在打量周叔。 周叔认他欣赏, 甚至沾沾自喜, 怎么样? 你也配跟二爷相提并论。 孟英凤谋尽是冷意。 周叔还以为孟英是看得上自己的, 自己的资本也充足。 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样的话, 周叔心头火气。 贱人, 你也不看看你, 我瞧得起你是你福气。 周叔马上也没什么好话, 孟英摸到身后梳妆镜的卸妆用的液体, 反手对着周叔, 就是一泼。 啊, 贱人, 只听周叔痛呼出声, 抓住孟英的手, 也随之松懈了一刹那。 周叔剧痛之下更是愤怒,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他当然察觉到孟英想跑, 趁着孟英动身的刹那, 伸出手凭空一拽, 说什么都不能让这个贱人给跑了。 可惜, 周叔好像抓到了什么, 好像只是一条链子, 人是没抓住, 妈的。 还给我, 把他还我。 但, 意外的是, 周叔都不知道自己抓到了什么, 孟英居然没跑, 还声音发颤地求他。 等到疼痛散去, 周叔睁开了眼, 落在周叔手上的是一条项链, 贝壳形的配饰, 打开内还有一张看起来有些年份的照片。 周叔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不就是孟英他那一年早逝的父母吗? 怪不得那么紧张。 这下, 换周叔从容了起来。 他有意地为难, 将项链举得高高的, 你来拿呀。 孟英的紧了紧自己的手, 盯着被高高举起的项链, 一时间无法动弹。 他只能看着周叔举着项链, 一步步地走来。 不行, 要做点什么? 孟英的大脑飞快地运转着, 就在周叔要靠近千钦一发之际。 他猛地抬起手拔掉了固定头发的发簪, 还我。 周叔跟孟英几乎是同时出手, 到底还是男人的力气更大一分。 他猛地一下被按住了腰身, 狠狠地撞在了撞上, 疼得他闷哼出声。 哪怕疼, 孟英依然没有过多的惊呼, 他手腕翻转, 对着周叔的肩膀就是一次。 你这个疯女人, 我就不信邪了。 周叔疼得直吸气, 却没有放手。 发簪太顿了, 只是道具, 远不比真的。 周叔虽然吃疼, 但没有放手, 反而是越发火热出神的盯着深浅的孟英。 孟英黑发散落, 几乎扑在桌上, 红衣在挣扎间半退露出大片雪白, 随着喘息而一起衣服。 他的红唇微张, 一双凤眸因惊怒而泛着水色, 好不诱人。 嘖嘖嘖, 真是漂亮。 饶氏身居上尉, 见过了那么多美人, 周叔还惊叹于孟英的美貌。 不愧是当年演成第一名员, 精彩厌绝。 混蛋, 孟英心神激荡, 声音也变得尖色。 不要, 她才不要被这样的混蛋碰。 孟英闭了闭眼, 侧过脸, 看到了落在自己旁侧的项链。 父母正微笑地看着她, 她却已经有些绝望地攥紧了手, 指甲深深陷入掌心。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 孟小姐这么晚还没回来, 难道还在里面? 灯没熄。 我去看。 文周说着, 手按在门上直接打开。 紧接着, 文周像是被眼前的这一幕震惊到, 一时间震住。 而身后却有人比她更快, 快到文周只看到了一个身影闪过而已。 滚, 紧接着就是众物落地的声音, 砰的一声砸在墙面上, 发出巨大的闷响。 周叔甚至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整个人就直接被一股恐怖到极致的蛮力掀翻。 周叔整个人砸在墙面上, 鼻梁重重撞在墙上, 一股温热的液体就是流了出来。 是血, 而孟音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发生, 整个人滑落在地, 坐在红衣上。 他正正然地抬眸, 看着男人跨步而来, 带着晚风一同将他紧紧拥入怀。 文周, 处理了。 沈亭川没有回头, 只是冷声开口。 文周如梦初醒, 还未看清楚便见沈亭川直接将孟音抱起。 紧到整个人紧紧地搂在怀里, 不让旁人窥见分毫, 如带珍宝。 孟音。 沈亭川的声音难得不吻。 怀里的人安静极了, 没有一点声响, 越是这样越是令人心惊。 沈亭川没有催促, 生怕惊扰了怀里的丫头。 沈亭川只是感觉到了身前的一片湿热, 好像是他在哭。 直到走回了别院, 孟音好像才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他一开口, 声音还是如此沙哑难听, 不知是戏畅哑了, 还是吓坏了。 小叔, 沈亭川皱了皱眉, 恍神间已经将人送到了自己房间里。 他本想将他送回房间, 可不知怎的, 竟鬼使神差地将他带来了自己房间。 孟音张了张嘴, 小声地问道, 小叔, 你今晚怎么没来? 沈亭川瞳孔微一缩, 眸底闪过一丝疼惜。 他想过孟音开口会问责或是生气, 更何况晚上发生了这么不堪的事情。 但是, 孟音只是问他为什么没有来。 对不起, 我, 你去陪顾处处了是吗? 沈亭川的话还没有说完, 孟音已经笑着, 说出了答案。 沈亭川的身上, 有跟沈景阳陪过顾处处后一样的味道。 孟音笑着去眼睛通红, 随时就要落下泪来, 可你先答应我的, 小叔。 孟音不想示弱, 不想委屈的。 他很坚强, 他也很厉害, 可经过周叔一事, 好像紧绷的弦突然断了。 孟音不想示弱了, 但他的眼泪一颗接着一颗地往下掉, 打湿了枕头。 你们沈家的人都是一样的。 他咬着下唇, 想控制情绪去控诉的, 却自己将自己下唇咬得血迹斑斑。 沈亭川抬起手, 别咬了。 孟音看着送到唇边的手, 没等沈亭川, 说完就一把抓住狠狠地咬住。 他疼, 也要沈亭川一样地疼。 如果这样能让你好受点, 咬吧。 沈亭川声音很淡, 很沉, 像是陈年的酒, 很是醉人。 牙齿深深地陷入皮肉, 沈亭川也跟着微微醋眉。 孟音嘴里尝到了血味, 他这才松开了嘴巴, 失去的理智逐渐回笼。 沈亭川也在看他, 和之前冷漠的眼神不同, 那双眼忧尘深邃的双眼, 写满了联系。 只是他表情还是一如既往地疏离清冷, 如玄天孤月, 渴望不可及。 真就不可及吗? 他孟音想要的, 就没有得不到的。 对不起。 沈亭川像是不知疲倦, 一遍遍地道歉。 孟音红着眼, 反问道, 对不起有用吗? 孟音突然七十二上, 直接拽过沈亭川, 沈亭川怕压到他, 便顺着力道背一带。 这一带, 沈亭川直接被孟音压在身下。 孟音的双手撑在男人的耳侧, 他低着头, 看着男人清俊疏离的面容。 你真的想要我这样做? 沈亭川当然知道他想要什么。 孟音红唇微动, 没作声。 只要能睡了这个人, 整个眼城, 没有人敢对他说不。 只要有了沈亭川枕边人的身份, 与他完完全全地庇护, 他一夜之间就可以翻天覆地。 孟家家破人亡的仇恨, 被沈瑾阳辜负的心意, 全部都可以一夜之间完成复仇。 但是, 这样的孟音, 不是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的样子了吗? 为了复仇出卖, 为了愧疚利用沈亭川, 这真的是他想要的吗? 孟音, 你想要的话, 如你所愿。 恍神间, 孟音还未反应过来, 整个人一下天旋地转。 这一次, 换他, 被沈亭川压在了身下。 沈亭川明显地看到 女人的眼里有一闪而过的慌乱与无措, 却还是强忍着, 没有动弹。 他身上依然穿着那件红衣, 红衣衬得他肤白如雪。 因为紧张, 甚至蕴开一层浅浅的嫩红, 简直叫人无法移开视线。 那双胞式的眼瞳迎着一汪水色, 犹如含苞待放的红玫瑰, 艳丽无双。 沈亭川谋色微沉, 撑起身来, 既然不愿意, 就不要勉强自己。 他撤开, 那股强大到可怕的压迫感一下消散。 不要胡闹, 女孩子应该珍惜自己。 沈亭川抬起手摸了摸他的黑发, 孟音红着眼倔强地不发一言, 但他一眨眼眼泪就顺着脸旁的轮廓滑落。 孟音自嘲地笑了起来, 我不这样子, 谁来帮我? 自从孟家没了, 孟音的美梦也就碎了。 你以为我像是顾楚楚吗? 像是顾楚楚, 身后有顾家, 有沈景阳, 还有你, 而我什么都没有。 说到这里, 孟音的心里那股恨意越发地清晰, 害得他家破人亡的凶手, 如今高高在云端, 是所有人的百月光。 而他, 他这个真正的孟家大小节, 却被顾家害得家破人亡, 如今谁都能踩一脚。 就连孟音身边曾经唯一的光亮, 沈景阳他也要拿走。 怎么能不恨? 孟音抬眸看着沈廷川, 小叔, 我能仰仗的, 只有我自己。 沈廷川眉目越皱越深, 冷峻的面容似是要凝成寒冰, 光是被人看着, 就要喘不过气。 但孟音还是看着他, 他知道沈廷川看似冷漠疏离, 可他心善。 要不然, 怎么会连一个不过几面的团长都替他说好话, 孟音就是要利用这一点。 不是周叔, 不是你, 我以后, 也会有别人的。 孟音倔强地看着沈廷川, 眼前已经逐渐迷糊, 不知被什么挡住了视线。 沈廷川看了眼前的孟音, 熟悉又陌生。 这可是当年孟家家族捧在手里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的掌上明珠。 说罢了, 孟音不再去看沈廷川, 毅然决然翻身下床就要走。 沈廷川不忍, 伸出手一把拽住那纤细的手腕。 你想要的, 我会给你, 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 但你也要答应我, 要好好珍惜自己。 孟音属然看向沈廷川, 他不明白沈廷川说的是什么意思。 沈廷川声音很淡, 比平日里温柔了不少。 住在这里。 您什么意思啊? 孟音不懂。 沈廷川平和地看着他, 明日我跟沈老爷子说, 我与你交往看看。 文言, 孟音微微张了张唇, 大脑被突如其来的消息炸得空白。 这样子, 没有人再会欺负你了。 孟音正然片刻又冷静地反问道, 那您要什么吗? 不需要。 那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的父亲是个好人, 他的儿女不该如此。 孟家家主还在时, 孟家是医药大家, 中西医领域的龙头, 救了不少人。 他的子女, 不该落魄至此。 沈廷川松开了手, 在孟音错愕的视线下离开。 他的眼睛, 甚至没有躲在孟音身上停留片刻。 孟音没想到, 沈廷川竟这样无欲无求, 他见过那么多男人, 读读沈廷川是个例外。 孟音盯着沈廷川离开的背影, 他摸了摸自己的心口, 怎么跳比平时快了。 孟音用沈廷川的卧室洗漱了一下, 林寥裹着浴巾出来。 他才发现, 床上放了一件睡裙, 穿上去净意外的合身。 二爷, 晚上会议的记录您看看。 听到有声响, 孟音才发现原来沈廷川的卧室 是连通了书房的。 孟音悄无声息地靠近门边, 背着声, 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嗯, 是沈廷川的声音。 二爷, 您缺席晚上的会议, 到时候, 大少又得趁机在老爷子面前说您了。 不碍事。 听到这里, 孟音微微一愣。 原来今天晚上, 沈廷川还有会议要开, 他赶回来是为了。 是为了他吗? 孟音出神间, 文周已经跟沈廷川交代完离开了。 他侧过脸, 小心地透过门缝, 看向书房内的男人。 沈廷川正垂眸在看手头的文件, 认真沉稳, 这是沈锦阳身上没有的。 年纪上的成熟更令沈廷川比印象里的五官 比之前深邃英俊, 光是坐那儿就像是一幅画。 呼得, 沈廷川抬起眼, 一双眼目矮沉沉, 冷清玉沉, 却极具杀伤力, 光是被看一眼就如被钉在原地。 写好了。 沈廷川看见他了。 孟一也没有在藏着躲着, 打开门走进去。 写好了, 您不去。 不急, 沈廷川合上了手边的文件。 孟一扬了扬眉, 轻笑道, 怕我看到商业机密。 不是, 沈廷川皱了皱眉, 这小家伙说话总是这么加强带棒的, 还不休息。 孟一走得近了, 身上自带的那股淡淡的香甜的味道就更清楚了。 他身上擦得不是很干净, 带着水汽, 不湿粉袋的面容, 湿了平日的艳丽, 反倒显得很清纯可人。 这样子的孟一, 才是沈廷川认识的样子。 就要休息了, 那您晚上, 我在书房休息。 我不介意您跟我, 我介意。 孟一又好气又好笑, 这男人话都不让他说完, 冷热不尽。 可这个男人, 偏偏又对顾楚楚好, 也对他好, 他真的想不透, 索性便直接问了。 反正, 孟一现在没什么瞒着沈廷川的。 小叔,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顾楚楚那样的。 我也可以的。 说着, 孟一就要靠近沈廷川。 沈廷川知道他在闹, 只是轻松地擒住他的手, 一下将他动作禁锢住。 只是离得太近了, 近到沈廷川能清楚地 看见那一滴未干的水珠 顺着胸前的沟壑滑落。 小叔。 孟英声音轻柔。 沈廷川淡淡地回应, 我不喜欢顾楚楚。 什么? 这下换孟英吃惊了。 不是喜欢干嘛要处处回护顾楚楚。 沈廷川处处照拂, 顾楚楚都在娱乐圈这趟浑水不染一点沉, 就是沈廷川护航。 甚至, 沈廷川那么有洁癖的人, 他也不讨厌顾楚楚的接近。 沈廷川微微醋眉, 像是也有些茫然, 大概是不算喜欢的, 他对我有恩。 那您帮我, 您不怕我报复顾楚楚。 孟英索性直接坐在了办公桌上。 沈廷川不让他碰, 他便直接坐在了办公桌上, 站着说话多累人。 他这一坐, 身材曲线更近显无疑, 睡裙下的两条大长腿随着动作而晃动, 好不惹眼。 沈廷川只看了一眼, 挪开, 我也不会允许你伤害到他。 哦, 那就个平本事了, 小叔。 晚安。 沈廷川还未反应过来, 孟英就轻身上前, 哪怕是手被禁锢着, 他依然可以活动。 他轻身上前, 吻了吻沈廷川的唇角。 随即, 孟英轻轻松松地挣脱了震惊下没用力的沈廷川。 孟英回到了卧房里, 翻身上了床。 床上很舒服, 孟英还闻了闻, 很干净的味道, 只有很微弱的一点属于沈廷川身上的味道。 淡淡的, 是孟英很喜欢的草药香。 临睡前, 他微微按了按自己吻过沈廷川的唇, 唇角也不自觉地痒了痒。 这一夜, 孟英睡得很好。 第二天, 孟英刚来到星耀娱乐。 孟安然就马不停蹄地拉过孟英。 表姐, 你今天怎么来得那么晚, 要开会? 开会? 开什么会? 孟英微微醋眉。 孟安然低声道, 您不是推掉了沈锦阳跟顾楚楚的工作, 要批斗您呢? 顾家知道, 消息可真的是快, 动作也快。 孟英其实心底有几分没底, 毕竟昨天晚上算是得罪周叔。 周叔又是手里握着不少星耀娱乐的股份, 虽然孟英手上也不少, 但周叔要是跟顾家一边。 他就悬了。 孟英带着孟安然走进会议室, 会议室的人也在前后脚陆陆续续道歧。 包括顾家在内, 以江越兰为首的一行人。 不知怎的, 顾楚楚的父亲顾文杰居然没有出现。 孟英环顾了一圈, 心下大概将他们与孟英自己正对的人画了清楚。 几乎五五开, 除了周叔。 孟英, 作为执行总裁你有权决定旗下艺人的活动。 但是你看看, 你做的是什么决定? 江越兰直接开门见山, 将孟英签署关于停掉顾楚楚和沈锦阳的文件推出来。 孟英看着昔日的养母, 解释道, 据我所知, 顾楚楚住院了吧, 住院了就不能出席了。 这是什么理由? 这可以延后的, 你凭什么都给推了? 时候不等人, 况且心耀娱乐不能一直打老牌, 总要推陈出新的。 你, 我什么我? 顾楚楚和沈锦阳这一个影后一个影帝, 难道不是我捧出来的? 孟英的声音如履贫地, 却似两拨千斤。 关于孟英提出的这一点, 四下无声, 没有人能反驳。 孟英的业务能力, 心耀娱乐上上下下所有人有目共睹, 董事们也不是瞎子。 只是董事们奇怪, 孟英不是顾家的养女吗? 看现在的正式, 孟英应该与顾家闹翻了。 但现在沈锦阳跟顾楚楚 是心耀的王牌艺人, 不好吧? 就是就是, 其他捧也要过成的呀。 太独裁专断了, 孟总, 你这样的话, 我们这些董事也能罢免你执行的位置吧? 以江月兰为首的那群人纷纷跟着起哄, 你一言我一语的。 孟英眸光微沉, 看来他们这群人是早就被江月兰拉拢好了。 由此可见, 虽然孟英为顾家卖命了那么多年, 江月兰从没有信任过他。 这些人, 不都是江月兰埋的线, 想用他孟英就用, 不想用了, 就合理罢免了。 那就直接表决吧。 孟英冷淡地开口, 这一天, 早晚会来。 孟英心里盘算着会议室内的人, 揣摩着自己有几分胜算。 周叔怎么没来, 我昨天才知会了他。 该不会是喝多了, 给忘了吧。 我打个电话吧。 呼得, 江月兰说起周叔来, 孟英的视线也最后落在周叔那个空了的位置上, 昨天离开之后, 他并不知道周叔怎么了。 不过算来算去, 孟英还是有些紧张的, 一定会站他身边的董事与江月兰那边几乎是持平的, 就差周叔。 咔哒, 会议室的门, 响了。 众人寻声望去, 会议室顿时就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二爷, 除了孟英, 几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微微汗手。 只有孟英一个人置身室外, 好像在梦游, 还是身边的孟安然拉了一把。 表姐, 你快起来啊。 孟安然小声音提醒, 孟英才回神, 跟着站了起来。 二爷, 坐, 紧张什么? 沈亭川坐在了周叔的空位上, 孟英也跟着坐下, 而沈亭川坐在了他的旁侧。 周洪发有事来不了了, 以后也不会来了。 沈亭川说话间, 会议室内没有一点声音。 他的股份会转到孟英的手下, 这是转让协议书, 你看一下。 文周拿出了协议书, 搁在了孟英的身前。 这下, 会议室内的人纷纷面面相去, 不知为何这尊大神突然会降临至此。 而且很明显, 沈亭川是为孟英而来。 孟英起初一愣, 随即对上沈亭川的眼, 明白了过来他昨夜的许诺所言非虚。 他眼里重新焕发了光亮, 从龙地在股份转让协议书签了自己的名字。 关于这个会议表决, 孟英悠然开口。 沈亭川没有走, 他只是坐在那, 光是坐在那就令人胆战心惊。 我们都听孟总的。 不知是谁, 先开了这一个口, 其他人纷纷改口, 一声接一声。 就连江越南此时也是头也不敢抬, 满眼只剩下了惶恐不安。 沈亭川看向孟英, 像是在问他满意与否。 孟英巧笑嫣然, 更是气场全开, 他敲了敲钢笔。 那, 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散会, 离了会议室, 江越南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去的。 他苦心经营那么久, 怕的就是孟英有了反骨, 直到真相这一天。 可是就在江越南一举摇扳倒孟英的时候, 意外出现了。 沈亭川, 就是这个意外。 嗡嗡嗡。 江越南见电话响起, 接起电话。 喂, 江越南走到了没人的阳台外。 顾楚楚的声音透过另外一边急切地传来。 妈咪, 怎么样了? 江越南将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与顾楚楚说了。 怎么会? 顾楚楚的声音变得十分的僵硬。 江越南忍不住抱怨起来, 叫你当初多嘴, 不然孟英到死都不知道真相。 顾楚楚被江越南凶狠的声音骂得一抖, 心里又气又狠。 她不懂, 事情怎么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明明看似王牌都在自己手上, 但顾楚楚却已经开始害怕了。 楚楚, 二爷不是也对你很好吗? 你可要给妈争口气, 想想我们费了多少心思, 才弄死了孟家那些人啊。 不能前功尽弃了。 听到江越南的叮嘱, 顾楚楚的心里已经有一个新的计划, 渐渐成行。 顾楚楚握着手机, 就在这个时候, 病房的门突然响动了。 锦阳哥哥。 顾楚楚娇声喊道。 沈锦阳摘下墨镜, 顾楚楚便一下掀开被子, 兴高采烈地跳下床抱住她。 好了, 才一晚上没见, 这么黏人。 沈锦阳声音也不自觉地变得温柔。 顾楚楚昂起小脸道, 好不容易可以和你光明正大在一起, 一刻都不想分开。 对不起。 沈锦阳刮了刮她的鼻子, 一把将她抱起。 顾楚楚在沈锦阳怀里躺着, 又吸了吸鼻子, 说话间已经戴上鼻音。 锦阳哥, 我病好了之后, 是不是不能回新药了? 他说着, 眼眶也跟着变红, 刚才见到沈锦阳的欢喜, 一点点退去。 沈锦阳一听便知道她在难过什么, 你知道, 孟英停了我们的工作。 嗯, 顾楚楚闷声道, 又不敢去抬头看沈锦阳。 是我连累你了, 锦阳哥。 沈锦阳将她轻轻放在床上, 不过爱你。 沈锦阳也没想到, 孟英下手那么快, 直接停掉了他们工作。 这不就是变相地逼着他们解约, 沈锦阳如今已经三连怪影帝, 在娱乐圈也是站稳脚了。 他也不怕离开新药娱乐, 他离开反而是孟英的损失。 锦阳哥,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去四海娱乐。 文言, 顾楚楚又惊又喜。 四海娱乐可比新药娱乐强, 资历老, 旗下有众多势地事后, 资源比新药更丰富。 但是美中不足, 旗下一人多, 他们就显得不起眼了, 好的资源也轮不到。 和你在一起, 去哪里都行。 顾楚楚没有追问, 因为顾楚楚比任何人都清楚, 沈锦阳这个太子爷 是不会委屈自己的。 沈锦阳听了顾楚楚这么说, 感动之余忍不住又亲了亲顾楚楚。 顾楚楚轻轻一笑, 顺着男人的力道躺下来, 并俯场着。 锦阳哥, 不想试试在这儿吗? 沈锦阳会议, 从容地压上来, 这简直比孟英懂事多了。 这边会议刚结束, 其他人陆陆续续地走出会议室。 孟安然拾去地整理收拾好孟英手头的资料, 带着一并离开会议室。 临走前, 孟安然没忘带上门。 孟英这才迟疑地发问, 小叔, 周鸿发他人呢? 很关心。 沈廷川淡声音询问, 孟英也不知道, 这人说话声势就着德行, 一开口, 总能无形中给人一种压迫感。 他只是随口一问, 沈廷川说的, 好像他不该问。 不关心。 谢谢你, 以后有什么用得上的地方。 沈廷川直接打断了孟英的话, 淡淡道, 今晚就用得上。 嗯, 孟英一愣。 沈廷川看了一眼自己的腕表, 晚上家庭聚会, 七点, 你疼了时间吧。 孟英当然求之不得, 不过有点奇怪。 家庭聚会为什么带我? 他下意识地问道, 沈廷川反而是奇怪地看了孟一眼, 你是我女朋友。 哦, 孟英眨眨眼, 脑海里迅速地闪回昨夜沈廷川承诺的事情。 他没想到, 沈廷川居然不是在敷衍, 而是一字一句真正的落实了。 包括, 保护他的承诺。 沈廷川难得看见孟英惊慌失措, 唇边不自觉地露出一抹笑。 他反问, 不愿意。 不是, 您不介意是我吗? 孟英在组织语言, 沈廷川畏畏歪了歪头, 介意什么? 没什么。 孟英迅速关闭了这话题, 他的名声可不好听, 眼成的交际花, 不像是顾楚楚, 也不像是其他什么大家闺秀拿的出手。 沈廷川像是在办公而已, 交代完了, 起身就走。 那我先走了。 孟英没有阻拦, 他也没有资格阻拦, 他只是名义上的沈廷川的女朋友。 只是借助这个名讳避讳, 孟英只能目送沈廷川离开。 等到沈廷川离开后, 孟英还是有些恍惚。 沈廷川身边人的位置, 多少女人挤破头了想要。 孟英也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轻轻松松得到了, 虽然名不负实。 他们什么都没做过。 沈廷川图什么? 就因为他的父亲吗? 扣斗够。 突然, 会议室的门被敲响了。 孟英这才回过神来, 原来是孟安然见沈廷川离开了, 就马上进来了。 表姐, 走了, 再不走得错过探视时间了。 孟英点了点头, 这才突然想起。 今天是孟安然母亲探视的日子, 他们约好了一起。 孟安然的母亲, 是孟英为数不多的亲人, 是孟英的姑妈。 只可惜, 孟安然的母亲已经没有自理能力, 受刺激太大, 已经疯了。 好, 走吧, 孟英拿上了东西。 他们一起乘电梯来到了楼下, 刚一到楼下, 孟英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星耀娱乐门前怎么停了那么多车, 平日里门前是不能停车的。 孟安然却还是没有知觉, 自顾自地往前走。 刚走到门口, 媒体记者从四周以下蜂拥而至。 安安, 小心点。 孟英一把拽毁了孟安然。 孟安然吓了一跳, 紧紧地护住手上的文件, 推到孟英的身后。 孟安然慌万中, 抓紧了孟英的手。 表姐, 别怕, 冲我来的。 孟英倒是坦然, 这些媒体记者的目标也是孟英, 不是孟安然。 一个被攻击好过两个人, 孟英紧紧地将孟安然护在身后。 他们见孟英上前护住孟安然, 便趁机一下将孟英他们的去路和退路堵住。 孟总, 听说您故意雪藏旗下艺人, 此事是否属实? 孟总您是因为私人恩怨的缘故, 所以雪藏了顾小姐吗? 孟总, 新药娱乐是否存在潜规则? 媒体记者一个接一个, 争先恐后的往前电话筒。 他们是怎么那么快收到风声呢? 孟英来不及多想, 他只是冷漠地一言不发。 媒体的话筒一个都不接, 他想要正出一条路, 却完全没有办法推开这片黑压压的人群。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十分有组织的叫骂声。 坏人, 敢这么对我们家姐姐? 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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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药娱乐不配拥有我们家姐姐。 孟英愣神片刻, 在人群中, 不知道哪里凭空丢出一个个的臭鸡蛋直直地朝着孟英砸来。 因为这些臭鸡蛋, 反而媒体记者纷纷避开, 因祸得福还给孟英让了一条路。 只是这些, 啪, 一个鸡蛋已经砸在了孟英的身上, 孟英眼神冰冷, 一下锁定了那人。 那人被孟英一瞪, 手上一抖弱弱的没敢再举起来。 可是没有他, 还有其他人, 仿若是组织好了, 一个接一个的臭鸡蛋朝这边扔过来。 孟安然哪里见过这局面, 抓住孟英的手都渗出汗了。 表姐, 快跑。 孟安然小声道, 孟英推了推孟安然, 你先走, 不然我不放心。 反正这些人的目标是他, 他也不想连累孟安然。 孟安然想的也是, 他不走, 孟英也不好走。 所幸, 孟安然看准了时机, 直接偷摸溜走, 其他人也并没有追击他。 孟英也想跑, 但是这些人一看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这些看起来像是粉丝,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粉丝, 砸得鸡蛋密集且连贯。 不时还伴随着旁边媒体记者的低声嘲弄, 夹杂着快门暗下的声音。 这些人, 砸了这些人手上的家伙。 突然, 一道冷册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一片哀嚎声接连响起来, 媒体记者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 孟英荒万中, 猝不及防被一只大手拽住往前一带。 抱紧, 抱, 抱哪里? 孟英大脑窘击了一瞬间, 整个人直接被整个人抱起来。 他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缓住了身上男人的脖梗, 紧紧地贴在他的身前。 小叔, 孟英定了定心神。 果然, 除了他, 没有别人了。 沈亭川宛若天神降临, 逆光而来, 身后跟了孟英不认识的人。 他被男人抱着, 穿过人群。 眼看着那些媒体记者手上的东西砸得砸, 自己原地删除的删除。 等回过神来时, 孟英已经被好好地安置到车上了。 孟英想起沈亭川有洁癖, 下意识地远离了几分。 你这么来了? 孟英声音有些声色。 沈亭川递出了手帕, 淡淡道, 准确来说, 我没走。 没走。 车库出来, 发现门口很多人。 孟英接过手帕, 手指轻轻地蹭过了他的手, 不自责地下意识地一抖。 他觉得自己脸上红得厉害, 迅速地挪开跟沈亭川对视的眼。 沈亭川意外地抬眸看了一眼他, 平日里不是很强势吗? 谢谢。 孟英尴尬的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每次在沈亭川面前, 孟英似乎总是以最狼狈的姿态出现。 孟英低下头, 默默地擦拭着自己的裙子, 小心幅度地活动, 生怕弄脏车。 等到差不多擦干净, 文周也将车开到了庄园门前。 沈亭川没有说话, 率先开门下去, 孟英总算是松了口气。 他松口气的瞬间, 身侧的门突然打开。 哎, 孟英本来靠着门, 这下好了, 要滚下来了。 孟英闭了闭眼, 没有如他所想般滚在地上那么狼狈, 而是落在了沈亭川的手臂上。 男人的手臂宽而大, 稳稳地将他接住。 沈亭川的声音就在孟英的耳侧响起, 小心点。 男人在耳侧吐息, 孟英几乎瞬间红了脸。 孟英抓着沈亭川的手臂, 我可以自己站着, 哪有那么娇弱, 小叔。 是吗? 你的脸。 沈亭川这才注意到, 孟英的脸好像更红了, 比在车里更明显。 他抬起手要摸, 却听到身后骤然响起起刹车的声音。 小叔。 听到声音, 孟英急急从沈亭川的手下逃脱, 独自站好了。 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好是沈朝阳跟顾楚楚。 想来, 他们也是来一起参加今晚的家庭聚会的。 小叔, 你们? 顾楚楚的笑将在脸上。 果然, 孟英可真会装。 孟英笑笑, 在沈亭川松手的刹那抓紧。 我们怎么了? 沈景阳也黑着脸从后下了车, 一种莫名的不快萦绕在心头。 孟英, 这还是白天呢。 沈景阳阴阳怪气道。 沈亭川微微沉声, 景阳, 注意你的身份。 哼, 沈景阳也懒得与孟英计较。 是啊, 他可是沈家的太子爷。 他得注意身份, 哪里能跟孟英这样的人一般见识。 顾楚楚静止地被沈景阳拽走, 他临走前注意到了孟英的裙子上的污迹。 真脏, 孟英也注意到了顾楚楚的眼神, 对视间, 顾楚楚阴冷一笑。 如同知道孟英会看, 顾楚楚回过身去, 甜甜地抱住沈景阳的手臂, 几乎粘在一起。 羡慕。 沈亭川突然开口, 孟英骤然回过神, 抬眸对上男人, 那双冷沉的双眼。 想好了, 参加了今晚的聚会, 你就是我的人。 如果你对景阳还有留恋, 孟英打断了沈亭川的话, 他坚定而清晰地回应。 没有了。 不过孟英绝对并不会 想脏兮兮地去参加家庭聚会, 毕竟身上都是臭鸡蛋味。 孟英盘算了时间, 反正现在赶不上去探望姑妈了, 他索性就开始打算下待会要穿什么, 感觉莫名正式的像是见家长。 就在孟英裹着浴袍, 坐在梳妆镜前出神时, 手机抖了抖。 表姐, 你走了吗? 今天的事情, 居然没有新闻吗? 孟安然的信息, 一条接一条地弹出来, 孟英也愣了愣。 他打开手机看了看, 竟然没有一条关乎刚才发生事情的新闻。 有人压下去了。 别担心。 孟英迅速地回复了他, 又问, 姑妈还好吗? 孟安然也几乎秒回。 安好。 孟英问起孟安然的同时, 回复了几个关于新药娱乐工作上的问题。 一晃神而已, 孟英挂断电话才惊觉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孟英正要起身准备, 敲门声如约而至。 孟小姐, 您准备好了吗? 试文周。 孟英哪里敢说自己还没有化妆, 衣服也没想好穿什么样的, 聊起工作一时忘我。 他强制镇定, 就好了。 好的, 孟小姐, 你先去忙吧, 我会自己下去的。 听到门外的脚步声逐渐走远, 孟英这才松了口气。 他迅速地回到了梳妆镜前, 来不及多加装点自己了, 只是涂了一层唇蜜。 明明之前开什么会, 孟英都不至于那么紧张。 只是假装一下沈婷川女朋友, 借助沈家的名义罢了。 他为什么那么紧张? 孟英定了定心神, 在众多的衣服里, 随手拿起了最不起眼的一条白色的长裙。 他潦草地吹干了头发, 连重新卷都没来得及, 就这样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只是刚走到楼梯拐角, 孟英就清楚地听到楼下的议论声。 听说二爷带来的女人回来。 别听说了, 可不就是带来的女人回来, 说是要见老爷跟夫人的。 二爷不是对这方面不感兴趣, 怎么突然? 听说那, 那个女人可是演成第一交际花呢。 孟英捏着楼梯扶手的手, 微微紧了紧, 又听楼下的议论声骤然消失。 老爷, 老夫人, 二爷, 原来是该来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登场了, 孟英定了定心神, 也从容从楼梯口出现。 他一出现便是全场的焦点。 一袭白裙, 素雅干净, 比起平日的浓妆, 但妆却更凸显了孟英五官的优势。 他轻力的面容尽显优越, 不失粉带, 长发微卷, 精致的像是个洋娃娃。 大厅主桌上的沈家人, 几乎不约而同地露出微微惊艳的目光。 这就是眼城第一交际花, 果然漂亮。 这边, 沈亭川眸光微沉。 孟英寻声而来, 在路过沈老爷子身边时, 微微汗手, 随后才落了座。 然后, 孟英就惊喜地发现, 他坐在上位, 而沈锦阳跟顾楚楚, 却还坐在对面后几个位置上。 孟英刚一落座, 沈老爷子的声音就响起, 庭川, 这就是, 你的女朋友。 沈庭川仿若是在谈什么公事, 与其梳理。 是的, 爸。 话音一落, 四周线路死一般寂静, 没有人敢说话。 只有清脆刀叉落在碟上的声音, 孟英顺的声音看过去, 发现竟是顾楚楚。 沈庭川也发现了, 大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 看向制造声音的主人。 顾楚楚像是被吓坏了, 一双眼通红迎着水光, 性眼瞪得圆圆的小声的道歉。 不只是顾楚楚, 就连沈锦阳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 沈庭川居然会和孟英在一起, 其他沈家人也是认识孟英的, 谁都知道她曾是沈锦阳的女朋友。 但现在摇身一变, 孟英成了沈家继承人的女人。 孟英扯了扯唇角, 低头切着牛排。 当初问你要不要跟一人试试, 你当初不愿意, 现在转性了。 沈老爷子扬了扬眉。 孟英想说话, 突然又觉得不好插话, 索性低头只顾吃。 听您的, 这么多年了该试试了。 我不试试, 您不是还会继续安排人给我吗? 难得, 沈庭川一次性说了那么多话, 声音永远轻轻浅浅的, 没有什么感情。 但是孟英知道了一个信息, 沈老爷子迫切想要沈庭川找个女人。 沈老爷子哼了一声, 有些傲娇的小声道, 好像说的, 我逼你似的。 是, 您没逼, 我自愿的。 沈庭川从容。 沈老夫人唇边忍不住笑意, 温声道, 好啦, 这不是好事吗? 小叔要谈的话也该谈得上了台面了吧。 呼的, 餐桌上冷不丁地响起沈景阳的声音。 顾楚楚也没想到沈景阳会开口, 这不是等于公然挑衅沈老爷子。 沈老爷子是很满意梦音的, 而沈景阳这么一说, 简直在打沈老爷子的脸。 沈庭川手上动作一顿, 抬眸, 景阳, 你说话要注意你的身份。 我的身份, 我就是知道我身份, 所以我才说。 沈景阳心绪沸腾。 沈庭川眸中闪过冷意, 他手上的刀叉似是都泛着一层冷光。 他难得动怒, 按辈分来说, 梦音是我的人, 是你沈沈。 梦音刚咬了一口牛排, 差点没能吞下去。 沈老爷子也开口说话了, 景阳, 你不珍惜的就不许别人拥有吗? 爷爷, 平心而论, 他平什么? 沈景阳气得站了起来, 顾楚楚怎么都拉不住。 沈庭川没有站起来, 连视线都收回, 平我一个字, 你就可以滚出沈家。 这句话无异于是警告了。 沈景阳的母亲都担心了起来, 现在丈夫不在家, 可不能让儿子胡乱。 沈景阳的母亲连忙拉拉拉沈景阳。 景阳, 别挑衅你小叔了。 沈景阳愤愤不平, 坐下了。 但是坐下刚坐下, 沈庭川的声音就响起。 谁准你坐下了? 沈景阳的声音冷册。 沈景阳咬牙切齿, 小叔, 你想怎么样? 道歉, 沈景阳甚至不屑去看他, 只是吩咐, 跟孟英道歉。 孟英也意外地看向沈景阳, 凤眸流出些许茫然。 沈景阳没有看他, 只是尽了作为男朋友的责任, 为无形地护住了他的所有。 以前沈景阳护不住的, 孟英的尊严, 名声与骄傲。 现在这一切都被沈庭川稳稳地接住, 妥善珍藏。 庭川, 沈老夫人有些心疼孙子。 沈庭川置若网闻, 其他沈家人还哪有敢对沈庭川说不的。 唯一跟沈庭川对着干的那个, 沈景阳的父亲。 前几年斗败了, 沈景阳的父亲直接被沈老爷子飞机票送走去国外了。 沈景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 对不起, 听见了吗? 沈庭川没直说, 而是问孟英。 孟英愣了愣, 看向沈景阳。 沈景阳不知是因为屈辱或是别的情绪一印泛红, 看起来好像一头受伤的狮子。 按孟英对沈景阳的了解, 他这已经快到极限了。 孟英扯了扯唇角, 点了点头, 听见了的, 二爷。 嗯, 沈庭川满意了, 点了点头。 沈景阳这才能重新坐下来, 沈老爷子倒是很赏识这般作风的沈庭川, 这才是他的儿子。 沈家若大的家族, 要是作为继承人连个后辈都震慑管教不好, 白瞎了。 这一顿饭吃得安安静静, 孟英老老实实。 直到结束后, 孟英才从这个紧绷的气氛里输了一口气来。 累了。 沈庭川跟在他身后, 孟英摇摇头, 刚要说些什么, 看到身后一道小小的瘦弱的身影追上来。 孟英姐, 等等。 孟英转过身, 声音渐了, 什么是…… 顾楚楚张了张嘴, 看了一眼沈庭川, 又小心翼翼地看着孟英。 孟英姐, 我没有恶意的。 顾楚楚的声音很小, 沈庭川像是感觉了顾楚楚的不安, 孟英她也没有恶意。 孟英看到顾楚楚一下变了的脸色, 忍住没笑出声。 明着是安慰顾楚楚, 可顾楚楚听起来就是在说孟英好话, 那么的刺耳。 这才几天, 沈庭川静就被孟英迷得不着边际了, 顾楚楚又惊又狠。 顾楚楚强撑起微笑, 小声道, 孟英姐, 我尊重你所有决定, 但是我想解释清楚。 解释什么? 我知道我跟锦阳哥的事情让你伤心了, 你怎么对我都可以。 不用解释了, 你们不是都在一起了吗? 顾楚楚明显地看到孟英眼里一闪而过的嘲弄, 气得顾楚楚指甲狠狠地掐入了掌心。 她的人, 她掐得越狠, 眼泪就掉得越厉害。 是, 可是英姐也不用为了赌气, 转头就跟小叔在一起吧。 眼看孟英没有立刻回答, 顾楚楚立刻趁热打铁。 顾楚楚的说话声音虽不大, 但是足够让周围的人都能听清楚。 那你是真的喜欢小叔呢? 不是赌气, 你不能这样玩弄小叔的感情。 如果你也是真的喜欢小叔, 我没有话说, 如果不是我希望英姐能收手。 顾楚楚紧张地攥紧了裙摆的一脚, 看起来对孟英是又惊又惧。 孟英凤眸威咪, 谁说我玩弄小叔的感情? 我知道英姐也很喜欢锦阳哥, 毕竟十几年的感情了, 赌气也正常。 但, 但是小叔也是对我很重要, 所以我不想看到英姐因为赌气玩弄别人的感情。 说着, 顾楚楚担心地看着沈亭川。 沈亭川博唇威敏, 谋中情绪晦暗不明, 孟英也拿不住他在想什么。 顾楚楚一眨眼, 就扑素素地落下一串眼泪。 孟英, 沈亭川皱了皱眉, 想提醒孟英注意分寸。 顾楚楚抬起手擦眼泪, 手上的铃铛跟着动作而发出声响。 楚楚, 沈亭川听到声音响起了什么, 想要上前。 孟英知道再没有动作, 他就输了。 就在沈亭川上前的刹那, 孟英突然拉住了沈亭川, 直接从沈亭川手上拿过帕子。 在众人的视线下, 孟英直接将沈亭川的帕子宝贝地收好, 不许给别人用。 孟英语掉俏皮, 在沈亭川的身前认真的戳了戳。 沈亭川愣了愣, 下意识地擒住了孟英的手, 他低头审视。 他这句话是认真的。 孟英猝不及防对上男人那双审视的眼, 一时间也有些慌乱与无措。 随后孟英触电般收回手, 避开男人的视线, 他又蹲在顾楚楚的身边。 顾楚楚一看孟英靠近, 如吓坏了的兔子, 想闪开。 但孟英眼疾手快, 手一滑, 按住了顾楚楚的腰侧, 不让他动弹。 楚楚, 不要难过, 我是真的喜欢小叔, 孟英知道, 有人在看, 也有人在听。 哪里能任由顾楚楚演, 活脱脱是要将孟英塑造成到处爬床的荡妇。 顾楚楚感觉到了孟英身上那股隐隐的威慑里, 可, 可你和锦阳哥十几年的感情? 是假的? 怎么可能孟英真的喜欢沈婷川? 顾楚楚强忍着害怕, 硬着头皮说。 没想到, 孟英还拿起纸巾, 若无其事地给他擦擦眼泪, 关心又体贴的模样。 我喜欢他, 是因为沈锦阳长得像小叔, 而我当初一直不敢高攀, 现在如愿以偿了而已。 完美的借口。 顾楚楚瞪大了眼, 是, 是吗? 嗯, 谢谢你让我看清楚我爱的人是谁。 孟英对顾楚楚温柔的一如既往。 演戏吗? 谁不会? 顾楚楚哑然, 看着孟英心底疼得生起一股寒意。 临了, 起身之前。 孟英靠得顾楚楚很近, 声音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 你的影后是我一手带起来的, 在我面前表演还差点火候。 孟英说罢了, 搀扶起顾楚楚, 没给沈婷川任何接近的机会。 孟英的眼神起身的刹那骤变, 他的凤眸带笑, 效忠胜利者的从容与不迫。 孟英重新回到沈婷川的身侧, 紧紧地握住了沈婷川的手。 握住了, 他唯一的救赎。 直到回到沈婷川的别院, 孟英还是有些出神。 他的脑海里, 不断回想着刚才在餐桌前的一幕, 没忍住又多看了几眼沈婷川。 他真的保护好了孟英所有的骄傲与尊严。 休息吧。 沈婷川松开了他的手。 孟英这才回过神来, 没有外人, 他们就不是男女朋友了。 他只是沈婷川名义上的女朋友, 借用这个头衔。 等等。 沈婷川听到孟英的声音, 停住了脚步。 孟英张了张嘴, 小声道, 今天晚上, 谢谢你替我说话。 应该的。 沈婷川很客气。 孟英莫名地有点受伤, 总觉得刚才的温柔, 好像不过是转瞬即逝。 好像, 只有他傻傻地又那么在意别人对他的一心半点的好。 那晚安, 我去休息了。 孟英趁自己的思绪还未泛滥, 赶紧说道。 沈婷川恩了一声, 看着小家伙落荒而逃。 逃回了房间, 孟英才稍微地松了口气, 紧接着, 却又想起了什么。 他忘记将帕子还给沈婷川了。 他紧了紧沈婷川的帕子, 闻到了帕子上淡淡的草药香。 这是孟英很喜欢的味道, 孟英是父亲, 爷爷都是中西领域的龙头。 他从小野兽熏陶, 对中药草的味道也很喜欢。 只是现在, 父亲与爷爷都不在了, 但他们留下的好事, 却让孟英获得了沈婷川的保护。 哪怕家人不在了, 他们留下的好事, 却一直在庇护着孟英。 想到这里, 孟英眼眶微热, 将手帕按在了心口。 他发誓, 一定要顾家, 血债血偿。 第二天, 孟英没有去上班。 因为昨天没能去探望姑妈, 孟英特地请了嫁去疗养院。 孟英是一个人去的, 到了疗养院, 护士也认识她, 因为姑妈没几个人来探望。 孟家没了, 一些所谓的亲朋好友也走得走, 散得散。 来医院探望姑妈的, 除了孟英, 就是孟安然了。 护士认识她, 索性直接将她领了过去。 诺, 那个在长椅上的就是了, 尽量不要刺激病人哦。 每次, 护士都会温柔地嘱咐, 然后再走开。 孟英点了点头, 悄悄地走进长椅。 姑妈, 孟英一下跳出来, 甜甜地喊道, 刚才还在发呆的妇人, 在看到孟英的刹那, 眼里瞬间焕发了光亮。 孟若欢一下抓住了孟英的手, 欢喜道, 音音, 我的小公主。 姑妈, 孟英抱住孟若欢的腰身, 将自己的脸埋进去。 孟若欢高兴地拍打着孟英的背, 音音哦, 我的好音音, 爷爷原谅我了吗? 文言, 孟英身形一僵。 孟若欢疯了, 她活在了过去, 根本都知道孟家已经没了, 爷爷爸爸这些亲人都不在了。 更不知道, 她的音音, 已经不再是小公主了。 孟英定了定心神, 对上孟若欢那双热切想知道答案的双眼, 一时间觉得喉咙尖色。 她笑了笑, 姑妈, 爷爷没有怪你。 真的没有怪我吗? 孟若欢好像不相信, 她抬起手温柔地扶弄孟英的病发, 嘴里碎碎念着。 既然没有的话, 为什么不带我回家呢? 好想回家呀, 回家。 孟若欢说着说着, 眼神渐渐地飘远了, 身子一晃一晃地, 又陷入了自己的世界。 孟英哪里敢说实话, 哪里敢说已经没有孟家了。 她只是坐到孟若欢的身边, 轻轻地揽过孟若欢, 好让孟若欢靠在肩膀上。 音音, 好想回家哦, 姑妈知道错了。 我好想回家, 好想你爷爷, 好想你爸爸。 孟若欢如同红小孩一样, 轻轻地拍打着孟若欢的背部。 她听着, 眼眶一阵阵发热。 当初孟若欢在孟英还小的时候, 直一下架, 孟老爷子不许。 孟若欢不惜跟孟老爷子大吵一架, 直言分家, 义无反顾远嫁。 好景不长, 孟若欢听说是发生了什么, 狼狈落魄地回到了孟家, 孟安然也从母性。 就在那一年, 那一天, 孟英的父亲在去接孟若欢的路上, 发生了意外。 孟若欢受不了打击, 疯了。 姑妈, 你再等等, 我很快接你回家的。 孟英许诺着, 她一定会把孟家要回来, 到那个时候, 再把孟若欢接回去照顾。 孟若欢听着, 傻乎乎地高兴, 好好, 依依要记得带我回家哦。 姑妈, 时间不早了, 下次再来看你。 孟英温声安抚道。 孟若欢点了点头, 乖巧地又嘱咐道, 下次要记得带我回家哦。 好, 下次。 阴阴白白, 下次要记得来哦。 眼看孟英走远, 孟若欢又陷入了一个人的世界里, 傻乎乎地掰着手指弯。 孟英走出来, 护士也跟着走过来了。 病人的情况还算乐观, 比起以前不跟人说话有好转多了。 护士如是道, 孟英点了点头, 又道, 麻烦你们了。 不会, 可惜现在他认人的能力还是不怎么样。 怎么说? 孟英愣了愣, 他以为孟若欢是认得出来他的。 虽然病人认识您, 但是上次来了另外一位小姐, 病人也把她认成您了。 哦, 那位小姐好像是姓顾。 文言, 孟英微微醋眉。 是了, 这些年, 孟英对顾家了弱执掌, 顾家也对孟英了弱执掌。 没闹翻之前, 顾家总是派人来探望孟若欢。 孟英还以为顾家多心善, 现在看来不过是猫库耗子假慈悲罢了。 根据我们观察, 病人现在认人, 很可能不是认人, 而是认误。 护士又道, 孟英又重复了一遍, 认误。 是啊, 好像他只认识一些特定的物件。 护士点了点头, 护士眼尖地瞥见了孟英戴着的项链, 他示意孟英摘下来。 孟英摘下了项链, 这个项链就是从小到大都戴在孟英身上的, 有着爸妈相片的特殊品。 孟小姐, 你现在可以再试试走过去, 看看病人能认出来你吗? 好, 我试试。 摘掉项链之后, 孟英再次走进孟若欢。 孟若欢却好像没看见孟英一样,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是的, 孟若欢在摘掉项链之后不认识孟英了。 是吧? 护士看到这一幕也跟着确定了情况。 孟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又微微汗手道, 谢谢你们告知这个情况。 不客气, 您是病人家属应该知道的。 虽然还不认人, 但是病人的情况正在好转了。 护士边说, 边将孟英送出了疗养院。 离开了疗养院, 孟英坐进了车内, 心漠然一沉。 按照护士所说的情况, 顾楚楚手上肯定是拿了孟家的什么东西, 这才会让孟若欢认错了。 他拿了什么东西? 孟英直觉, 这肯定是个隐患, 记在了心里。 想到今天, 新药娱乐还有事要干, 孟英不再多想驾车离去。 表姐, 你又迟到。 一进门, 孟安然就又好气又好笑, 黎明约好时间了他迟到, 屋里一群人等着。 孟英捏了捏孟安然的鼻子, 大小姐, 我今天放假呢。 对哦, 那你又答应我过来。 孟安然才想起来孟英请了假。 孟英淡淡一笑, 毕竟这件事有点小级盛事。 今天孟安然按孟英的要求, 筛了新药旗下几个潜力骨。 孟英打算直接培养一波新血液来撑起新药, 这件事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了。 毕竟现在跟神景阳与顾楚楚的解药, 不过就差一张纸。 孟安然小声嘟呢, 不愧是你。 工作狂魔, 孟英, 名不虚传。 孟英推门而入, 会议室内的人一见到孟英就纷纷地站了起来。 孟总好, 几乎, 齐刷刷的一片声音。 孟英微微点头, 坐在了主位上, 孟安然也紧随其后将他们的资料呈给孟英。 孟英随意地翻了翻, 这些人里面有演员也有歌手的。 你, 你, 还有你起来, 演员是吧? 来, 跟我搭一段戏。 孟英索性站起来, 直接选了几个看得过眼的。 光看没用, 孟英得知道他们的实力到什么地步了。 表, 表姐。 孟安然目瞪口呆。 孟英瞥了一眼孟安然, 自顾自地说, 我眼摔倒, 你们接, 怎么做自由发挥。 文言, 会议室的艺人们面面相去, 纷纷紧张起来。 孟英环顾了一圈, 确定地问道, 懂了吗? 懂了, 又是齐刷刷的一片。 孟英文言点了点头, 静止地站起来, 示意打头的艺人准备。 艺人忐忑不安地等着, 却见孟英根本没走过来, 只是在站起来的刹那仿佛脚下一软。 艺人马上一个剑步冲上去, 直接搂住了孟英。 孟英的腰很软, 身上是扑鼻的香, 红唇微张, 简直射人心魂。 艺人一晃神, 整段垮掉。 不行。 孟英摇摇头, 抓住了艺人的手按在腰侧往下, 应该是这里。 他有些失望, 挥挥手, 是以下一个。 一个接一个, 孟英眉目愈发的冰冷, 这些人业务水平真的堪忧。 一点都不能让人心动, 这样的人做什么男主角。 孟声音理智而冰冷, 孟安然也被吓到了。 表姐, 这已经是, 够了, 不用解释。 说着, 孟英属于演员一批的资料一推, 直接甩脸就要走。 好死不死, 孟英前脚刚迈出去, 不知是谁的脚没收回去, 孟英被一半。 真的叫孟英防不胜防, 竟直直地往前一摔。 表姐, 孟总。 突然, 一只大手直直地从下往上, 以一种极其暧昧而有力的姿势将他拖起。 手寻回俯过的地方, 带起一片酥酥麻麻的灼热感。 那张冷峻近乎到近乎无情的面容, 骤然在孟英跟前放大, 将他带到面前。 二人鼻尖看他擦过, 孟英不受控得红了脸。 小心点。 沈亭川感觉他站稳, 松开了手。 孟英点头如捣算, 老实了不少。 嗯嗯, 不只是孟英红了脸, 就连看得孟安然都惊得合不拢嘴。 这简直就是教科书式的男主。 其他人也难得看到冷艳如孟英, 竟也会在一个人面前暴露出如此少女的一面。 孟英感觉到身后的视线, 脸上温度更烫了起来。 反观沈亭川, 依然从容, 他还挺无辜地歪了歪头, 像是奇怪孟英的反应。 更奇怪, 这会议室内的人是怎么了? 你的脸。 沈亭川抬起手, 用指腹极轻地碰了碰。 那么人看着呢? 孟英要强, 说什么都不愿意输了气势。 他就着这个姿势, 贴上了沈亭川的手, 如猫般蹭了蹭。 怪你, 孟英抓住男人的手, 挽住。 沈亭川似事, 察觉到了什么, 唇边露出一点清浅的笑意。 小家伙在别人面前, 害羞了。 孟英偏见了那抹笑意, 推了推男人, 找我什么事? 出去说。 嗯, 沈亭川先一步出了会议室, 孟英也松了口气, 紧跟其后走出了会议室。 一走出去会议室, 门外的人可都还看着, 孟英索性直接将人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您坐, 我给您倒茶。 孟英说着就要动作。 沈亭川拉住了他。 不用。 不用。 孟英顿了顿, 还是倒了茶, 沈亭川也喝了一口。 结果孟英站在沙发边上, 一时间不知道坐在沈亭川身边, 还是坐在他对面。 沈亭川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坐, 孟英坐了下来, 撑着下额歪头看他。 所以, 小叔找我什么事? 我找你, 非得要有事。 沈亭川下意识地反问。 闻言, 孟英唇边泛起一丝苦涩。 他们难道不就是交易的关系? 沈亭川可怜他, 他也需要沈亭川的可怜。 当然, 孟英不会白成他的恩情, 等拿回孟家的一切, 他会记得报恩的。 那, 小叔, 是找我谈恋爱? 孟英收敛了心绪笑了起来, 戴上了假笑的面具。 沈亭川最是不爱看他这般笑。 你, 不要这样笑。 五, 孟英对上那双看透人心的眼, 他又飞快地挪开。 嗯, 沈亭川微微一叹, 像是无可奈何。 在我身边你也不能放松吗? 时时刻刻紧绷, 如同一只受伤的小兽, 只是一见到人就要戒备随时发动进攻。 连同说话, 孟英都是家强带棒的。 不能, 孟英轻轻一笑。 在沈亭川因发笑而出生的刹那, 孟英双手如舌般攀附而上, 紧紧地搂着男人。 他感受着沈亭川皆是有力的臂膀, 嗅着他身上清淡点草药香味。 我要是放松了, 不小心喜欢上小叔, 您对我负责吗? 孟英, 不要开这种玩笑。 孟英眼里闪过一丝嘲弄, 你看想说真话的时候, 他却不信了。 那你又不说找我干什么? 孟英老老实实做回原位, 不免有些称怪。 沈亭川注意了, 忍不住觉得他有些可爱。 他抬起手摸了摸孟英的脑袋, 晚上和我一起去参加宴会。 我妈? 嗯, 为什么? 我需要一个女伴。 孟英不知道为什么想追问, 为什么选了她, 为什么不是顾楚楚。 可话到了嘴边, 他又咽下去了。 清醒一点, 孟英, 他告诫自己。 好呀, 孟英没有再深入追问。 晚点, 我来接你。 没问题。 眼看沈亭川离去, 孟英这才松懈下来, 盯着那杯沈亭川喝过的茶。 他略意迟疑, 拿起了杯子。 孟英用指腹妈撒着男人喝过的地方, 酒酒地出神。 直到敲门声, 打断了孟英的沉思。 进来, 孟英回过神来, 开口道。 有空签了吧。 孟英还未看得清来人, 来人就疯疯火火地拿着文件, 几乎是砸在了他身上。 景阳哥, 不要这样子。 等看清, 孟英才发现来的人是沈景阳跟顾楚楚。 顾楚楚拉着沈景阳, 躲在沈景阳的身后, 像是怕急了孟英。 要不是孟英是当事人, 他真的以为当初在甲板上是自己推的顾楚楚。 你什么态度? 孟英一挥手, 将文件从自己的身上扫落。 文件落在地上, 孟英看都没有多看一眼。 沈景阳没想到, 孟英那么傲慢, 脸色一变。 是你雪藏我们在先, 你还不知廉耻爬上我小叔的床, 你以为我就怕你了。 哪怕知道跟沈景阳没有以后, 孟英的心还是不免会被刺痛。 十几年的感情, 他在沈景阳眼里, 跟外人看他竟是一样的。 孟英为了沈景阳混得了个交际花的, 雅称, 而他也是这样看自己的。 顾楚楚紧紧地拉着沈景阳的手, 劝道, 景阳哥, 不要这样子。 楚楚。 景阳哥,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千万就走了, 就走了。 顾楚楚怕的声音都发颤似的, 一直提醒沈景阳, 快走快走。 沈景阳心疼极了, 顾楚楚到底是被孟英威胁, 变成什么样才那么怕他。 他将顾楚楚紧紧地护在身后, 生怕孟英会伤害顾楚楚。 你牵还是不牵? 你扔在地上, 你捡起来, 我就牵。 孟英冷声道, 沈景阳不动, 他的身份不允许他做这么卑微的事情。 哪怕以前跟孟英在一起, 沈景阳也从不委屈自己。 反正你们不解约, 一天在星药挂着, 一天我就雪藏你们。 不牵, 我就下班了。 孟英要走。 顾楚楚拉拉拉沈景阳的衣袖, 快要哭了似的。 景阳哥, 快弄完了走吧。 好, 沈景阳听了顾楚楚的哭腔, 这才答应了弯腰去捡。 你看, 高贵如沈景阳还不是会为他低头的吗? 而十几年, 沈景阳也没有为孟英低头过一次。 看着沈景阳低头去捡起, 顾楚楚对上孟英的眼, 毫不掩饰眼底对孟英的讥讽。 只是一下, 顾楚楚又缩回了沈景阳的身后, 紧紧依靠着他。 依靠着, 曾经孟英求而不得的依靠。 孟英紧了紧自己的手, 轻轻地挪开了视线。 在沈景阳捡起来之后, 孟英没有犹豫地牵上了自己的名字。 太好了, 景阳哥。 顾楚楚欢喜地拿过解约合同, 沈景阳见他高兴, 心下也轻松了一点, 没忍住宠意地又摸了摸顾楚楚的脑袋。 走吧。 沈景阳牵过顾楚楚的手, 顾楚楚被拉走了两步, 没忍住又回过头。 景阳哥, 可……可是我想说清楚。 看到顾楚楚眼眶通红, 下一刻就要落下泪来。 我和英姐之前那么要好, 英姐算是顾家养女, 现在突然跟我们家决裂。 不只是我, 妈妈也很伤心, 我真的很想解释清楚。 孟英搬出顾家, 人尽皆知。 外人都说孟英狼心狗肺, 顾家养了他那么久, 他恩将仇报, 还妄想取而代之。 可顾楚楚却还想着 让孟英得好, 想解释清楚。 沈景阳没抵住顾楚楚的泪眼。 好, 我陪着你。 英姐, 顾楚楚拘谨地来到孟英的面前, 他双手死死地按在裙摆, 下唇轻轻咬住。 他看了看沈景阳, 好像是在给自己勇气。 英姐, 我知道我不该和景阳哥, 这件事是我错了, 但是英姐我们家真的没有害过孟家。 文言, 孟英猛地抬眸, 眼神很利。 甲板上那页, 顾楚楚说得清清楚楚。 顾楚楚要闹事吧, 孟英毫不犹豫地, 直接抬起手中的热水拨了过去。 顾楚楚也没想到, 孟英反应那么激烈, 起初是愣了一会, 紧接着感受到一股灼烧。 他惊叫起来, 捂着自己的脸, 擦了擦, 精心打扮的妆容都化了。 啊, 顾楚楚湿了半边的身, 小声地啜泣着。 英, 英姐,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顾楚楚吓坏了, 哭得伤心极了。 沈锦阳这才反应过来, 一下挡在了顾楚楚的身前, 你干什么? 孟英站起来, 冷声道, 滚出去, 我不需要解释。 孟英, 你简直不可理喻。 沈锦阳一不示弱, 又道, 楚楚只是想和你说清楚。 好好说话。 孟英简直要气笑了, 顾楚楚分明是知道她的软肋是哪里。 那天晚上, 她又是怎么刺激的孟英。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会相信她。 英姐, 我们家真的没有害过孟家,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这么误会我们。 英姐你知道的呀, 我妈妈和你妈妈是很好的闺蜜。 所以, 你妈妈才会那么愚蠢, 才会死得那么惨啊。 顾楚楚藏在沈锦阳的身后, 眼里写满了疯狂的快译。 沈锦阳反手护住, 附和道, 孟英, 你父母过世早, 不是顾家哪里还有你? 不是我哪里还有顾家? 孟英反问道, 顾家比起孟家之初, 孟家是演成名门望族, 而顾家算什么? 顾家在演成家族甚至排不上号, 要不是孟英的母亲处处照拂, 哪里有顾家今天? 孟英看向顾楚楚, 无不嘲讽。 楚楚, 你敢说顾家没用过一份孟家的家产? 孟英父母死后, 孟英尚未成年。 偌大的家产全部落在孟英身上, 孟英未成年时, 财产由监护人代管。 而现在, 孟英得到了什么? 面对孟英的质问, 顾楚楚不说话, 只是哭, 紧紧地抓住了沈锦阳的手, 微微发颤。 沈锦阳看着孟英的冷力, 不自觉地摇头。 顾家照顾你那么久, 你的心里只有计较吗? 孟英? 恩情都比不得金钱重要, 原来是这样。 像你这样的人, 谁还会敢照顾你, 敢爱你呢? 孟英呼吸很短暂地停滞了一秒, 四周的声音都远去。 她眼前不争气地, 渐渐地蒙上一层水雾, 唇角却是止不住地上扬。 当初沈锦阳被赶出沈家, 是沈锦阳发誓要出人头地, 孟英就拼了命地把她捧上影帝。 而到了现在, 哪怕分开, 十几年的感情。 眼称所有人都知道沈锦阳官宣恋情, 却不知道她出轨。 作为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岁, 她全部给了沈锦阳, 而却没有人知道她们相爱过。 为沈锦阳付出的, 为顾家付出的, 这一切都竟变成了她斤斤计较。 她爱的人, 全部都将她害得遍体鳞伤, 却要说她斤斤计较。 我应该大动吗? 一个我带如亲妹, 一个是我未婚夫, 你们要不要脸说出让我大度不计较的话。 未婚夫出轨不说, 最可笑的是, 顾楚楚一家竟才是造成孟家灭门的罪魁祸首。 孟英凤眸尽显冷意, 随后直接指向门口。 说不出话了, 滚出去, 别妨碍了我的眼。 沈锦阳搂过哭得快要站不住的顾楚楚, 顾楚楚哭得浑身发抖, 站都站不住。 英姐, 不是的。 顾楚楚还想伸出手去拉孟英。 沈锦阳一把拉住, 生怕顾楚楚会再受到伤害似的直接一把抱起来。 临走前, 沈锦阳与孟英擦肩而过, 她腾出了一只手, 放下了一把钥匙。 等到沈锦阳走后, 孟英才看下那把钥匙。 钥匙, 是他们二人公寓的钥匙。 沈锦阳的影帝, 惹人注目, 之前他们作为地下情侣, 只能在私底下偷偷见面。 这算是, 他们仅有的相爱的见证。 他们走后, 工作狂的孟英难得没有继续留在星耀继续办公。 她开了车, 回到了曾经跟沈朝阳的家。 回到家之后, 孟英眼前一阵眩晕, 脚下一软, 险些一头栽倒在地板上。 原因孟英很清楚, 是多年来高强度的工作所致。 可现在看来, 这一切那么的讽刺可笑。 她拼出的成功是仇人获利。 她捧出的爱人是别人所得。 孟英揉了揉摔腾的膝盖, 撑着站了起来, 锁了门。 走到卧室, 一切还是原样。 孟英走过去, 拉起了他们的合照。 她细细地摸了摸, 突然眼前的合照变得模糊了起来, 好像被沈梦蒙住了眼睛。 继而, 一滴滴的眼泪砸在了二人的合照上。 孟英突然间回过神来, 感受到了那种宛若被割肉般凌迟的痛苦, 快要将她杀死。 抢在过往的痛苦破土而出的那瞬间, 孟英将合照抬手扔了出去。 砰, 相框砸在了衣柜, 碎片掉了满地, 照片滑了出来。 在空中飘了一会, 照片又重新落在了孟英的脚边。 人心都是肉掌的, 孟英怎么会不痛? 她恍惚地呆坐着, 心底一片悲凉, 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响了起来。 孟英下意识看了一眼时钟, 这才发现已经不早了。 晚上, 她答应了沈婷川的, 这是唯一一个, 不求回报对她好的人了。 喂, 小叔。 孟英克制住了声音, 接起。 沈婷川那边微微一顿, 你没事? 没事, 怎么? 你的声音有点哑。 没事。 孟英没想到沈婷川能注意到, 微微有些不自然起来。 沈婷川听到了孟英短暂的沉默, 便转移了话题, 在哪里, 给你送礼服? 我给你发地址。 孟英愣了愣, 这么周到。 沈婷川恩了一声, 直接了当地挂断了电话。 孟英没有耽搁, 飞快地给沈婷川发了地址, 又马上蹲下来, 将地上的狼藉清扫了一下。 打扫了一番, 孟英感觉自己出了一层细细腻泥汗。 趁着沈婷川还没过来, 想到晚上的宴会, 为了仪式感, 孟英还是打算去洗漱一下。 孟英前脚刚洗漱完, 后脚门铃就响了。 来了, 孟英小步走向门边。 打开门, 沈婷川见到孟英起初是一震, 随即推开孟英走进去。 他啪了一下将身后的门关上, 孟英还奇怪呢, 身后分明跟了个文周, 怎么不让进来。 沈婷川皱了皱眉, 露出不赞同的眼神, 女孩子家不要这么随便。 哦, 那, 那我去换, 你顺便把礼服拿给我吧。 孟英没有异议, 孟英转身回房去托换, 他本来就是想的, 反转要换衣服, 裹着浴巾不也是呢? 谁知道沈婷川的吗? 古板。 孟英里面换衣服, 外面的门敲响了, 递给他礼服, 一刻都没有多留。 孟英无奈, 他有那么恐怖, 让沈婷川好似臂如蛇蝎。 品味居然还不错。 意外的是, 孟英拿起今晚的礼服看了看,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以为沈婷川那样的人, 是不懂女人的。 但没想到沈婷川选的礼服还不错, 金色的, 雍容华贵, 大气简约。 只是, 孟英穿上的时候, 他实在是够不着身后的拉链。 试了几次, 孟英都够不着, 他都在怀疑是拉链不好拉, 还是自己胖了。 小叔, 你在外面吗? 孟英无奈, 走到门板敲了敲。 在的, 虽然沈婷川回复了, 但孟英久等, 不见这人进来。 孟英又好气又好笑, 这个男人真的不通风情。 他难道是老虎吗? 孟英只好在开口, 你能进来一下吗? 我拉不上拉链, 你帮我拉一下。 半晌, 房门总算被推开。 原来在孟英自己倒腾自己的时候, 沈婷川也去换了一身。 他甚至不用点缀那张已经太过卓越的脸, 只是简单地换了一身身黑简约的西服。 身黑西服, 宛若是量身定制般, 明明是最简单的款式, 却尽显男人的金贵冷傲。 他光是站在那, 便有骨君临天下的气势。 哪里? 沈婷川走到身前, 问他。 孟英这才堪堪回过神, 他微微按在身前挡住略显眼的弧度, 转过身来。 他又抬起手撩开如铺般的长发, 露出身后敞开着的拉链。 这里, 沈婷川眸色微沉, 视线不自觉地停留在他背后那露出的大片白皙上。 如铺般的黑发, 趁着身后那片雪白更突出, 如玉的肌肤, 毫无戒备地暴露在他人眼下。 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沐浴清香, 与身上浑然天成的妩媚, 无疑不再撩拨人的心弦。 小叔, 孟英见他没有动静, 又喊。 孟英回过身, 对上沈婷川那变得有些侵略性的眼, 他又是愣了了。 小, 小叔, 在孟英还未说上什么时, 沈婷川就抬起手, 替他快速地拉上了拉链。 不仅如此, 沈婷川还替他将头发重新拢到身后, 理了理。 以后不能随便让人做这种事, 知道吗? 沈婷川声音有些不快, 孟英一笑, 又道, 我当然知道, 我又不是小孩。 那你还? 你又不是外人, 您是? 我的人? 好了, 我出去了。 不等孟英继续聊播, 沈婷川便挪开视线, 阔步离开。 孟英看着男人离开的背影, 又想到刚才他那极具侵略性的眼神。 想着, 孟英唇边不自觉地露出笑意。 宴会如约举行, 定在了眼城最大的场馆。 天色微暗, 灯火已经点亮, 要是从远处看, 这边大概是像是点燃了一片火光。 灯火通明, 近乎嫁给整个夜空都照亮了。 看到了没, 沈二爷身边带了人? 哪儿呢? 哪儿呢? 看到了? 那, 那不是梦音吗? 厉害呀, 据说是眼城第一交际花, 果然名不虚传。 就是, 连二爷能攀得上。 刚一到宴会现场, 孟英就听见了细碎的议论声。 他毫不在意地跟在沈廷川身边, 对这些议论声充耳不闻。 毕竟孟英要的就是这些人的注意, 只要有人注意到了, 他跟了谁。 往后, 那些人便不敢轻易招惹他。 想来, 沈廷川带他出席家庭宴会、 商会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了。 那边那几位, 是医药领域现在的领头人, 你可以尝试去认识认识。 嗯, 没兴趣吗? 我以为以你的野心, 你离开顾家是想振兴孟家。 文言, 孟英的眼前一亮。 他没想到自己想做什么, 在没有透露过任何的情况下, 竟被吃得透透的。 孟英又惊又喜, 谢谢小叔。 嗯, 不客气。 沈廷川眼神变得温柔起来。 孟英以为沈廷川不过是带自己来走个过场, 没想到沈廷川会有这样的心。 一时间没忍住兴奋, 孟英点起脚, 飞快地在沈廷川的唇边亲了一下。 几乎是当即, 四周便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这个女人, 可真大胆。 要知道, 沈廷川可是出了名的不尽女色, 更讨厌别人的触碰。 可所有人料想之中的事情没有发生, 沈廷川反而抬起手摸了摸孟英的脑袋。 她便如红小孩般, 快去吧。 是, 孟英也没意识到自己多兴奋欢喜, 转身就去了。 看着孟英小跑过去的身影, 沈廷川晃了黄手中的高脚杯, 眼神很是温柔与宠溺。 还真该是个孩子呢。 呼的, 沈廷川肩膀上攀上一只手。 哟, 今天怎么不带那只兔子精出来, 带了个狐狸精? 沈廷川拍开肩膀上那只手, 淡淡道, 什么兔子精, 狐狸精的, 乱说话。 我可没有乱说话。 霍慎之慵懒地又搭上了她另外一个肩膀。 他们对比强烈, 光是站在一起便能吸引不少人的视线。 沈廷川端的禁欲冷清, 身上金贵傲然浑然天成, 而霍慎之则与其相反。 沈家与霍家、 陆家, 顶足而立。 霍慎之是霍家的小儿子, 霍家上下对他疼爱得不行。 霍慎之也不负众望, 性格乖僻, 形式乖张, 打扮得也十分的惹眼, 完全便是叛逆的典范。 沈廷川微微侧目, 没有动声, 霍慎之已经读懂了沈廷川眼里的警告。 他举起手做投降状, 好好好, 不碰你。 不过, 霍慎之倒是对孟英挺感兴趣的, 视线远远地落在不远处孟英的身上。 哎, 那只狐狸精怎么入了你的眼的? 小白兔不要了。 话音刚落, 沈廷川的眼已经彻底冷册, 霍慎之撇了撇嘴, 没意思。 霍慎之只好乖乖的, 顾楚楚不带了, 带孟英, 有面子点。 不是, 沈廷川微微醋眉, 又道, 只是, 带他来认识人。 霍慎之养了养眉, 一副惊讶的模样, 养孩子呢? 还带他来认识人。 沈廷川想起孟英的一些与孩子无疑的行为, 不禁摇头。 差不多。 霍慎之敏锐地将这些行为收入眼底, 之前对顾楚楚这人可没这样的表情。 看来, 这狐狸精是要比兔子精厉害一点。 那顾楚楚呢? 已经不感兴趣了。 霍慎之又好奇问, 不等沈廷川回答, 霍慎之替他给了答案。 因为是侄子的女朋友, 不好下手, 转移目标了。 诶不是我说, 别当顾楚楚的大人种了, 他可不就是。 霍慎之还想再说, 沈廷川的一个眼神, 霍慎之举起杯子, 彻底投降。 不说了, 我不说了。 霍慎之老实道。 说是不说了, 但霍慎之可是眼尖得很, 说是不说那个人, 可那个人就来到现场了。 霍慎之拍了拍沈廷川, 抬起手指向入口的方向。 你看, 兔子精来了。 顺着视线看去, 顾楚楚一身带紫色的长裙, 他四处张望着, 清纯可爱的小脸写满了无措。 他那般无辜可爱的模样, 便如误入人间的精灵, 一下吸引了不少的人视线。 包括, 孟英。 顾楚楚哎, 那个特别可爱的女星。 真的好可爱啊, 比电视节目上的更可爱, 娇小了。 怎么一个人来的?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孟英刚结束了交流, 身边都是此起彼伏的惊叹声。 他不着痕迹地抿了一口手中的香槟, 摇摇地注视着顾楚楚。 这时, 比起大家集中的注意力, 孟英被身边微弱细小的声音吸引了过去。 李总, 我, 我不能喝了。 喝吗, 喝。 不行。 孟英寻声看去, 竟是一个少女, 近乎要被老男人逼到角落里去了。 这个少女, 孟英还认识是个刚崭露锋芒的小演员, 温露西。 温露西眼泪汪汪的, 满脸通红, 小手无力地按在老男人的身前完全招架不住的样子。 孟英浓涩变了变, 他本不该注意到的。 孟英不怕惹事, 也不怕事。 但这是沈亭川带他来的, 他代表着沈亭川的身份。 要是贸然行动连累了沈亭川就不好, 孟英强迫着自己要去看。 妈的, 你就剩一张脸好看了, 干什么都不行, 还矫情什么? 不要! 孟英再也没能忍住, 静止地走过去一把将少女拉了起来, 护在了自己的身后。 少女身上的礼服半退, 没想到会有人就自己, 慌忙地拢了拢身前的礼服。 谢, 谢谢。 少女声音沙哑地道歉。 李总抬眸, 唇角微扬, 孟英。 孟英冷漠地看着身前的人, 别来无恙啊, 你还真的是老样子。 是, 不过你这是干什么? 他可是我旗下的艺人, 你手未免管得太长了吧。 李总越过孟英, 冷冷地看着温露西。 温露西被看得不由地打个寒颤, 欲发无助害怕起来。 你愿意回去她那边吗? 我是说, 工作。 孟英拉过身后的人。 温露西愣了一瞬, 想起刚才的事情, 眼红着摇了摇头。 不, 不要。 那来新药工作吧。 哎, 温露西又惊又喜, 可是她签了李总的公司, 高昂的违约金她可付不起。 但孟英说的话, 却有那么有力真实, 让温露西的心渐渐安定。 孟英, 你挖人挖到我这边来了你? 李总立声道, 孟英耸了耸肩, 又道, 那是她的人生自由不是吗? 这么好的料子, 未免被你糟蹋。 你, 李总怒从心头起。 李总不可惜, 温露西被挖走, 可惜的是, 刚才差点得逞到嘴的鸭子都飞了。 不过, 李总又不敢真的得罪孟英, 业界都知道, 孟英不是个好惹的主。 可就这么放过孟英, 李总又不甘心。 你好得很, 就这么挖走我的人, 一点表示都没有吗? 李总强压着怒火, 孟英看出来, 李总已经在忍让了, 你要什么表示? 喝完这里的酒, 人你带走, 怎么样? 李总因侧侧地笑了笑。 李总跟孟英也算老熟人了, 看着孟英从一个小丫头, 变得如今这般长袖善武的。 她也知道, 孟英这混迹了那么久, 身上落了个胃病。 摆在这里的酒, 不能要了孟英的命, 也够她好受了。 孟英看了一眼陈列的酒, 正要上前。 孟, 孟总, 不要, 温露西小声地阻拦。 孟英看着温露西, 仿若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笑了笑, 没关系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又响起一阵起哄声。 我就说嘛, 顾大明星怎么可能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就是, 这样小可爱一个人在宴会, 岂不是危险了? 原来是沈二爷带着的, 嘖嘖嘖。 听到这里, 孟英的心莫名刺痛, 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只是拿起酒杯动作更快了, 当着李总的面, 一杯接着一杯。 温露西看得心惊胆战, 这么多久。 孟总, 温露西的声音都发颤了。 孟英一杯接一杯, 心里居然觉得有些畅快。 过了一会, 摆着的酒杯已经空了大半, 温露西眼看着孟英的脸上身上都渐渐的泛红。 温露西觉得孟英大概快到极限了, 心疼得忍不住也想拿起酒杯, 被孟英拦住了。 孟英摇摇头, 扶住了温露西。 李总精灵得很, 温露西要是替她喝了, 肯定不作数。 喝呀, 这还有呢? 李总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催促。 因为看孟英快到极限, 李总得意的声音不自觉地大了一些。 这声音, 引起了霍慎芝的注意。 坏事。 霍慎芝眼神变了变, 想到刚才沈亭川对孟英别样的神情, 他犹豫了一瞬, 还是走了过去。 走到了, 顾楚楚跟沈亭川之间。 霍慎芝倒也不避着顾楚楚, 直接道, 沈二, 你在顾着兔子惊, 你的宝贝要喝死了。 什么? 沈亭川眸色骤然一变, 霍慎芝指指了指那个方向, 沈亭川几乎一下就看到了那半空的酒。 顿时就, 沈亭川心下一寒, 他喝了多少? 不等顾楚楚反应, 沈亭川直接转身离开。 顾楚楚为了一声, 伸出去抓, 抓了个空, 甚至追的一个踉枪, 差点摔倒。 小叔, 顾楚楚急了, 关于孟英的事情, 沈亭川就能着急吗? 霍慎芝见了, 笑笑不说话, 别叫了, 有男朋友得找自己男朋友去。 霍三少, 锦阳哥是今天有演出, 所以来不了, 我才这样的。 您不要误会我。 顾楚楚哪里听不出 霍慎芝的讽刺之意, 气得胀红了脸。 他说得认真, 气得眼睛都水汪汪的, 我见有脸。 但是霍慎芝可不吃这一套, 他向来对这个女人没什么好感。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男朋友不是抢了人家孟英的吗? 霍慎芝痴笑一声, 顾楚楚脸色一白, 顿时无话。 行了, 别吃着碗里瞧着锅里, 让人恶心。 霍慎芝冷笑一声, 端着酒杯去沈亭川那边看热闹了。 剩下被讥讽的顾楚楚 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胸膛不断地剧烈起伏着。 顾楚楚盯着霍慎芝离开的方向, 眼里泛滥出疯狂的恶意。 梦, 梦总不要喝了。 温露西的声音, 都戴上了浓浓的哭腔。 她扒拉着孟英的手, 孟英宛若大姐姐般, 还反过来安慰温露西。 温露西实在是忍不住了, 做事就要上前替孟英喝。 这可不行啊, 别人喝可就全部不算了。 梨总连忙扬声道, 温露西无措地后退了两步, 眼泪止不住地掉。 我喝, 算不算? 这时, 一声冷沉的声音横空响起。 李总正要说话, 对上了沈亭川那双冷到没有任何温度的眼, 话都说不出来。 算, 算, 喝不喝都, 都行。 李总马上一脸谄媚的面孔。 孟英恍惚了一阵, 皱了皱眉, 这才看清身边的是沈亭川。 他身上永远带着那股清淡的草药香, 就是孟英很喜欢的味道。 是他, 孟英哪怕看不清也猜到是他了。 滚, 沈亭川冷声开口。 李总吓得缩了缩脖子, 马上就要走。 沈亭川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我没说清楚。 是是是, 李总马上反应过来, 哪里顾得上众目睽睽的视线, 直接当场卧倒。 李总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颜面, 直接卧倒之后让自己缩成一个球, 当众滚。 四周纷纷响起嘲弄声, 看着李总变成了球滚走。 沈亭川脱下外套盖在他身上, 轻声道, 孟英。 嗯, 嗯, 怎么了? 孟英已经有些意识模糊了, 还觉得没解决。 酒呢? 要喝的。 酒精上头, 孟英很难维持自己平日里的清醒与理智。 沈亭川一看, 这就是要不好, 他高要动作, 孟英却因为扶不到东西连站都站不稳。 沈亭川微微俯身, 双手绕过他的膝下, 直接将人打横抱在了怀里。 让开, 沈亭川一声令下, 四周自动让出一条路。 在他身后, 顿时就掀起一片讨论的热潮。 看孟英喝得刚才身上都湿了, 这谁忍得住? 就是, 要不是孟英太高冷了, 我都想搭讪。 别想了, 人都直接喝醉了, 抱走了。 酒呢? 我要喝酒。 因为酒精作用, 孟英热得很, 不断地在男人怀里挣扎。 他的手乱挥, 啪了一下打在了沈亭川的脸上。 顿时间, 车内死一样的安静。 这会儿, 正在开车的文州, 连气都不敢喘了。 别闹。 沈亭川, 沈亭川抓过孟英的手, 按回去。 孟英胃里一阵振着烧感, 加上沈亭川还拉扯自己。 他委屈得不行, 含糊道, 会疼啊, 你干什么? 沈亭川无法, 只好将人身上的外套脱下, 希望他安分。 孟英感受到草药的香味, 一下远离得了自己, 他又十分地不安分了起来。 他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向着草药味的源头扑过去。 文州只是被身后动作吸引, 往后视镜看了一眼, 顿时就挪开视线。 不准回头。 沈亭川发现了, 冷声警告。 文州哪里敢再回头? 是, 身后简直就是大型非礼物事现场。 身后的孟英, 竟也不顾理一体态了, 他直接将人跨坐在了沈亭川的身上。 一双修长白皙的腿半跪着, 上身与男人紧贴, 没有任何缝隙。 因酒精作用, 整个人都是嫩红嫩红的, 看得如含苞带放的玫瑰, 惹人采摘。 好像, 孟英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行为多越轨。 他勾住沈亭川的脖梗, 凑上去吸了吸, 满足地埋在他的颈侧。 可是孟英又为李南兽, 忍不住地动了动。 嗯, 他们离得近, 沈亭川能感受到酒精在孟英身上发挥作用, 他浑身都在发烫。 他的眸色愈发地灰暗难鸣, 侯杰不自觉地上下涌动。 烫的, 沈亭川也快要被他点燃了。 沈亭川按住了孟英的腰身, 不要动。 可, 可是, 孟英委屈的声音就在男人的耳侧响起, 委屈得不行, 声音都是沙哑颤抖的。 可是我难受, 呜, 我难受。 沈亭川发现孟英是真的难受, 轻声道, 哪里难受? 喂, 胃里稍着难受。 孟英靠着他的肩膀, 嫩嫩地说, 就在这个时候, 车停了。 然而外面还在下雨, 漂泊大雨。 沈亭川打开门, 直接将孟英抱下车, 孟英也是配合, 他本就很喜欢沈亭川身上味道。 迷糊的脑子, 自动将沈亭川的味道归为安全领域, 孟英根本舍不得放开。 孟英闷闷地嘟囔着, 难受, 忍着点。 沈亭川擦了擦他额头渗出的冷汗。 别人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 沈亭川见孟英难受的想先叫家庭医生。 没想到一放手, 孟英就挣扎起来。 他抓住了沈亭川的手, 紧紧地抱住, 不可以走。 哦, 沈亭川看见孟英那红红的眼睛一下就没了脾气, 温身安抚, 我一会就回来。 孟英眼泪不受控得大磕大磕地掉, 感觉到沈亭川还是要走。 但模糊之间, 孟英又听到他说很快回来, 于是只好恋恋不舍地松了手。 那你一定要快点回来哦。 孟英不舍地说道, 要是孟英还清醒, 他肯定说不出这样撒娇的话来, 沈亭川失笑。 他应声, 随即转身吩咐了文州照看一会, 转身离开。 嗯, 孟英一离开那股清淡恋人鲜的草药香, 生理性的反胃又涌上心头。 他吃力地按着心口, 强忍着想吐的冲动。 想吐, 又不想。 难受的孟英红了眼, 心里想着那个人怎么还没有回来。 孟小姐, 您还? 文州上前关切地询问。 孟英再也没忍住, 一把推开文州站了起来, 摇摇晃晃, 想要找什么。 文州一下就反应过来, 拿来了垃圾桶。 孟英没忍住一下吐了出来, 随即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不上不下地难受他只想哭。 文州见状, 往上递纸巾。 孟英, 呼的, 一道声音响起。 紧接着, 一个身影冲了过来, 直接将文州给挤开了。 来人不是别人, 竟是沈景阳。 沈景阳刚结束演出应酬回来, 回到家便见到大厅内孟英伴躺在沙发上。 孟英难受的浑身开始泛红, 红唇无意识地微张着, 用手撑着沙发, 脆落又一碎的模样。 这让沈景阳马上就想起了从前, 从前孟英为他拉赞住也得跑了很多宴席。 回来之后, 孟英也会这样难受。 孟英, 没事吧? 沈景阳看到他这样, 几乎一下忘了之前。 孟英一嗅到靠近的味道, 反味的感觉更明显了。 走, 走开你。 他紧紧地按着心口, 更难受了, 想推开沈景阳, 但浑身软绵绵地没有力气。 这个时候, 孟英又想起那个拥有草药香气的男人, 他去哪儿了? 他不是说一会就回来吗? 孟英想着等不来, 难过地忍不住掉眼泪。 孟英, 你醒醒, 我是沈景阳。 沈景阳抓住了那只想推开他的手。 孟英不想听, 难受得很, 他只知道这个人身上好臭。 走开呀! 孟英用力一推, 沈景阳没推动, 倒是孟英反作用力, 把自己推得一个亮腔, 险些要滚下沙发。 沈景阳下意识地要去接孟英, 孟英还是用力地推剧, 哪怕摔疼了, 孟英也不要这人。 意识到这一点的沈景阳, 心中刺痛, 他默了默, 静静地看着孟英没敢动作。 果然, 他不动, 孟英就不胡来了。 小少爷, 您还是? 文周愁愁着开口。 沈景阳哼了一声, 用得着你多管闲事。 说着, 沈景阳趁着孟英安静下来, 又要动起手来。 来, 我扶你去, 放下他。 一道声音冷冷地打断了沈景阳的动作。 沈景阳一看来人, 等时间僵住。 小叔, 孟英他胃疼。 沈景阳甚至是有点炫耀地说出来。 哪怕知道孟英现在是沈景阳的人, 但这也不妨碍沈景阳炫耀他, 更了解孟英似的。 沈景阳丝毫不为所动, 不用你多嘴。 走开, 你走开啊。 孟英也在推嗓沈景阳。 他真的好臭。 沈景阳咬了咬牙, 最终还是松开了手。 你要照顾好他。 沈景阳让出了位置, 沈景阳冷漠地瞥了一眼他。 这是当然。 沈景阳一离开, 孟英就觉得好受多了, 下一瞬沈景阳靠近, 那股熟悉的味道便袭来。 几乎是迫不及待的, 孟英直接一头扎进了沈景阳的怀里。 他双手紧紧地环抱住沈景阳, 如同对待什么势而复得的宝贝似的。 骗子,骗子, 去了那么久。 我要难受死了, 你知道吗? 孟英说着委屈起来, 声音都软和不少, 带着浓浓的鼻音, 像是奶猫。 他靠在沈景阳脖梗的一侧, 猫叫似乎的嘟呢, 抱,抱我。 沈景阳还未来得及动作, 孟英已经像是等不及了, 一下下地蹭。 他身上的金色的华服本是庄重大气, 却被此刻的媚态染成别样的风景。 柔软又勾人, 是平日里孟英不会有的模样。 看得沈景阳一时间竟没有办法挪开视线, 直到沈景阳弯下腰将人抱起, 才挡去了所有风景。 直到沈景阳离开, 沈景阳都近乎出神地看着孟英离开的方向。 他在想, 以前为什么没有看到过孟英的这一面? 现在沈景阳似乎才醒悟, 因为孟英难受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陪伴在侧国。 先松手, 为你吃药。 不要。 孟英, 你听话。 你骗子。 骗子。 骗子。 感觉又要被放下来, 孟英这次学聪明了, 说什么都不愿意放手。 他宁愿难受, 也不愿意那片刻的温暖远离自己而去。 沈亭川看着像是个孩子般无理取闹的孟英, 想来明天酒醒, 他大概会后悔。 那你怎么肯吃药? 沈亭川觉得, 起码他还听得懂话, 尝试沟通。 孟英安静下来, 认真地想了想, 过了好一会, 才憋出一句话来。 我抱你太久了, 手疼, 你抱着我好不好? 你抱着我。 沈亭川眼神不自觉地变得温柔, 他低声道, 好, 那你放手。 孟英试探性地松开了手, 任由身体陷入了柔软的被褥之中, 紧接着就被带走。 随后, 他稳稳地落在男人温暖的怀抱里。 这样可不可以? 沈亭川哄着他。 孟英摇摇头, 挣扎着要动作。 我这样不舒服, 我要。 他自己摇摇晃晃地撑起身子, 直接撩开裙摆坐在了男人大腿上, 身子软软地靠上。 他浑身滚烫, 烫得沈亭川也一样地炙热, 难耐。 这样, 舒服。 孟英闭上了眼睛, 小声道, 沈亭川谋色沉了沉, 舒服就好。 孟英似乎十分贪恋沈亭川身上的味道, 他紧紧地贴着一刻都不能放松。 这让沈亭川拿药的动作迟缓了不少, 好半会, 他才准备好。 吃药好不好? 沈亭川摊开手心。 孟英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看着视线内模糊的几个不同颜色的药丸。 他摇摇头, 不吃, 你刚才答应我的。 沈亭川从未发现自己那么有耐心。 孟英想了想, 记不起来了, 他头晕得很。 他只要有这股安心的味道就足够了, 他什么都不想要。 可是胃里的灼烧感, 还是逼得孟英红了眼, 他的手下意识地捂住胃部。 沈亭川发出一声轻叹, 孟英, 你。 剩下的话, 沈亭川没说完, 怀里的女人蹭了蹭, 直接捧着他的脸吻了上来。 小兰黄要求恨, 是还没说完, 他的手下意识地捂着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